第九十章 停不下来了 喊小姨父吧 两人刚要上到楼上 叮咚 叮咚叮咚叮咚 不知哪个混蛋 竟在这关键节点上 焦急按响了周运家别墅的门铃 美少傅脚步一致 皱眉转身 面若桃花的她 本不想理会这个不速之客 怎奈叮咚叮咚的过躁门铃声 越暗越急 随后还传来一阵砰砰的拍门声 抱歉临帆 可能谁找我有急事 我刚才把手机关了 美少傅对林帆目录歉意说着 醋眉撅起了红唇 露出急需扫兴和无奈 没关系 你忙你的 我先给周主任热热菜 林帆撇嘴说着 已经转身下到一楼 在周运的健身毯上 做起了热身运动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五百 热热菜 美少傅神色疑惑的 喃喃重复了一句 下一刻 就羞得满脸通红了 嗨嗨 我先去开门坏蛋 红着脸抛下这句话 周运就拉开房门走了出去 穿过花香四溢的小院 去开别墅大门 等他把来人引回了客厅里 林帆和对方都愣住了 是你小子 那个衣着不凡的年轻胖子 顿时皱眉拉下了脸 他冷冷看着在健身毯上 轻松慢跑的林帆 又转头瞅瞅 醉意朦胧 一脸羞涩的周运 似乎明白了什么 姓林的混蛋 你特么敢跑上门来跑我小爷 目录胸光盯着林帆怒吼的白胖子 正是周运那个富家外甥郭凯 不带林帆对他 美少傅就在郭凯胳膊上 轻轻拍了一巴掌 皱眉低声训斥道 小凯 你怎么和林叔叔说话的 就他还 叔叔 郭凯伸手一指林帆 又转头对小姨 露出一个快哭了的表情 要知道 曾经在电视台工作过的郭凯 比林帆都大两岁呢 不是小姨 您是不是被这小子下名要了呀 郭凯还算帅气的白嫩胖脸上 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跺脚冷吼道 在你们博雅传媒集团 我和姓林这家伙 一起应聘男主播的时候 他不光嘴见骂过我 还连你也一起骂过呀 见美女小姨毫无反应 只是翘脸红红的露出尴尬之色 郭凯握紧了拳头 继续低吼起来 您这么快就忘了吗小姨 这小子曾说 网络主播若都像你自以为是的周阿姨 和我这个呆头呆脑的郭胖子一样 只会郑金威坐在镜头前念狗 节目会死得很快 林帆停止了慢跑健身运动 又随手接过周运递过来的水 咕咚喝了一大口 这才朝郭凯翻了翻眼皮 不经意道 这话没毛病啊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三百 美少傅走过来 在他胳膊上轻轻凝了一下 故作清冷地娇称道 去你的 说姐姐是周阿姨也没毛病 林帆打量着他的性感身材 和娇美容颜 学着小落落的语录毒蛇道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现在还年轻 没关系 过两年就会老的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五百二十 嗨嗨 周运红着脸干咳了两声 脚下一个亮呛 差点被当场雷倒在地 旋即赏他几下粉拳 含羞淡媚的杨称道 怎么说话呢 我打你个坏小子 卧槽 傅家白胖子郭凯 瞪大了震惊的双眼 自己小姨 这乃是在打姓林的混蛋 分明是在拿小拳拳 捶打人家的胸口 撒娇卖萌啊 够了 停 你们够了 他跺脚吼叫着 一张胖脸 已经仗成了猪肝色 小姨 你居然会不计前嫌 看上这么个穷玩意儿 郭凯瞪大了眼睛 质问周韵 那天在小姨的事先安排下 他本来可以稳稳成为 博雅传媒集团的男主播 但因临番的出现 自己向往的职位 被这家伙抢走不说 还被他毒舌鸡骂了一顿 本来就对临番怀有恨意的郭胖子 万没想到 这家伙转眼功夫 居然又抛到了自己的角色小姨 小姨周韵 一向内心孤傲 自己妈爸给他介绍的单身贵族高富帅 企业和机关年轻领导等 他要么根本不去见 即使见了 也都看不上 还有那么多暗恋追求小姨的优质男人 其中不乏豪门公子哥 他也一概难入法眼 可就是这么一个角色大美女 居然会看上临番这样的见嘴香巴佬 郭凯的肺都要气炸了 他还从未见过 自己知性又矜持的小姨 会对哪个男人如此暧昧 甚至像今天这样 一反常态的魅意丛生 听到郭胖子先是瞪眼喊停 又毫无忌讳地 大骂自己是穷玩意儿 临番心中不爽了 于是眯眼一笑 对郭凯面露和矮道 小凯啊 停时停不下来了 我和你已经生米 煮成了熟饭 快喊小姨付吧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六百 周运听了翘脸通红 转脸朝铃番番了的大白眼 坏蛋 小姐姐还没来得及 和你煮熟饭好吧 草你大眼 还小姨付 我捶死你个孙子 郭凯一听暴跳如雷 大骂着握拳扑了过来 却被周运一把紧紧拽住了胳膊 冷声训斥道 助手小凯 你没有干涉小姨选择谁的权利 再说 人家林主播也确实很出类拔萃 我们应该多向他学习 而不是记恨 继而又面色一红 转头撇着林番对外声说 我当时想违规录取你当主播的事 也确实做得不对 但人家林主播看明白后 既没有向他熟识的顾总裁汇报 也没说咱俩什么 这还不够宽容吗 郭凯听了一愣 双眉拧得更紧了 眼前这穷小子 这要牛逼的吗 不光泡到了自己的小姨 他连美女总裁顾清诚也很熟 难怪这个独嘴巴能被博雅集团直接录用 而自己却被无情刷掉了 一股巨大的愤怒 更如潮水般涌上着高傲富少的心头 此刻 他瞪向林番的双眸中 火星子四剑 周运皱眉问郭凯 你火急火燎跑小姨家来 不会就为了和林叔叔打架吧 郭胖子又气得锤足顿胸 还说什么叔叔 我比他小子年龄都大啊 林番露出一丝玩味的笑容 刺激他道光年龄大有什么用 只要我和月儿好着 你就是250岁 也得喊我生小姨父或者林叔叔 月儿 美少傅听了心里又暖又甜 翘脸一阵发烫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555 又是555 系统你的皮货 倒是把富家白胖子此刻的心情 拿捏得死死的 哎呀 我他们要打死你个垃圾 郭凯彻底被激怒了 他不顾一切 挣脱小姨的拉扯 冲上来就要对林番拳打脚踢 怒火上头的郭胖子 此时早已经忘了 自己为什么是来找小姨周运 第91章 独评大师 但这郭胖子 又哪里是林番的对手 林番只是很随意的一挥手 就把郭凯凌空拍到了大沙发上 还没让他受伤 想当人一副 就得有个长辈的样 自己哪能和周运这个高傲外甥 斤斤计较 通过那场碰瓷事件 美少傅已经知道林番伸手了得 现在见他对郭凯手下留情 周运不禁用顾盼生辉的美眸 向林番头去感激一瞥 但郭凯不明所以 他还在皱眉低头 一脸诡异打量着自己的身子 为什么老子 刚才明明在攻击林番 却突然被什么东西 谈到了鸡米外的沙发上 周运走过去 指着他语气清冷道 小凯 你再敢对林番叔叔不尊重 小姨真生气了 见小姨说得很严厉 满腹怨怒的郭凯 只得赞压怒火 气得后嘴唇直抖 深吸几口气 他才没好气地 向周运表明来意 原来 周运的姐姐 又给他介绍个新对象 刚才打美少傅的电话不通 就让儿子来给小姨报信 让他明天去相亲 小姨 那男的可是一个海归总裁 玉树临风 腰长万贯 不带外甥目录金芒介绍完 美少傅就皱眉伸出了仙纸 打住 不见 回去告诉你妈妈 小姨什么样的追求者都不缺 只是不想找而已 郭凯面露怒涩 皱眉从沙发上坐了起来 我算看明白了 你就是被这小子 灌了迷魂药 但他怎么看都不是个好东西 又怎么配得上小姨 林番不悦了 抬脚骂道 嘿 你这小兔崽子 怎么和长辈说话的 扑通 刚刚气愤站起身来的郭胖子 又被他轻轻一脚踹倒在沙发上 撕 你他妈敢打我 郭凯揉着疼痛的屁股 一脸筋默 林番朝他翻来的白眼 淡淡撇嘴道 这叫打麻傻孩子 我要真打你 你早被打爆了 这是我们亲戚之间的打是亲 骂是爱 爱得不够用脚踹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666 郭凯气得甘疼 谁他娘和你个混蛋是亲切 周运急忙过来劝说郭凯 小凯 你林叔叔说得对 他功夫可厉害了 一直让着你呢 你 你们 郭胖子怒指着林番和小姨 差点气昏过去 但被他这一闹腾 周运的酒也醒了 顿觉兴趣索然 他抬起手腕 看了一眼精致女表 红着脸明明嘴唇 转头对林番道 今晚上直播的时间快到了 要不 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林番撇撇嘴 有点不情愿地微微点头 又不满地转脸瞪了郭凯一眼 冷声训斥道 都是你这个呆头带脑的郭胖子 打扰我和你小姨睡觉 晚上做直播没精神 会掉粉的懂不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460 说着 他还真深深懒腰 痛痛快快打了个大哈欠 郭凯的胖脸都气绿了 颤手指着林番 嘴角直抽 周运急忙把两个男人请离别墅 又让林番开上自己的宝石节 拉着他去往博雅传媒大厦 临别时 他还叮嘱呆立在自家别墅 大门口的外甥 让你爸妈寄好了小凯 以后不许再给我介绍男人 郭凯瞪大了眼睛 望着林番载着角色小姨呼啸去 又伸手揉着被林番踹麻的屁股 目自欲裂跺脚吼骂倒 林番 你抢老子工作 吃我小姨软饭 今天还敢打老子 咱俩他妈的没完 博雅大厦 全集团最吸粉 也是最引人瞩目的26号网络直播室内 林番戴上口罩 和周运一起款款坐在了直播台前 美少傅知道 他一时改不掉传统女主持人的老习惯 就索性为林大主播当绿叶陪衬 继续面带职业微笑 自证腔圆 背起了节目开场白 欢迎家人们来到 心灵养疤 直播间 读舌小林哥和周运 今晚7点 与您准时相遇 倾听您的心声 帮您减压放松 获得直面生活的勇气和乐观 我们一直在努力 节目正式开始 周运先随机抽取了一位网友的留言 不料 看到那段文字后 他却带眉微醋 有些支支吾吾 甚至想重新换一条解答 林番好奇地瞥了一眼 不由对着直播镜头 轻笑着摇了摇头 见那条留言是针对自己的 林番倒不回避 而是云淡风轻的 直接念给十万名在线粉丝听 林主播 你成天戴个口罩 是不是长得特丑 怕吓着大家 另外 你对情感问题 尤其是劈腿男女解答的那么毒蛇 难道被人抢过对象 手机前的粉丝们 听完这俩问题 一瞬间都瞪大眼睛 并住了呼吸 留言的网友 这分明是在对毒蛇小林哥 不怀好意的刺探 甚至挑衅啊 林番却不以为意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 兴趣和不同的关注点 网络就应该是一个畅所欲言 百家争鸣的地方吗 于是他很随意地对着脉 淡淡开口 这位在后台留言的网友 一看就在秀智商下线了 我如果长相很丑 恶心的也是你们 又不是自己 干嘛还要戴口罩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五百 破 哈哈 你说的好有道理 我竟然无言以对 林番随口一句话 又把大家逗乐了 看着大家在屏幕上欢腾了片刻 他又慢悠悠补充道 如果你连我戴口罩的样子 也看不惯 那可以选择装瞎 也可以自杀 我无权干预你的喜好 但会尽全力耐心 劝你上吊 连酷帅霸气风度翩翩的 我都不爱 你活着也是白活 不如一死百了 上吊还比较环保 哇 这个够狠 自恋狂小林哥 我好喜欢你 因为我不想死啊 我也 好喜欢你 这时 林番又开始解答 那网友的第二个问题 至于被人抢对象 还不至于 不过倒有个拜金姑娘 离开我 转头进了一个花花公子的怀抱 后来为了让她不方便搂那个姑娘 我把爪子给她掰折了 姑娘也留下了悔恨的泪水 哎 也不知道那货现在出院了没有 真怕她撑不住再挂了 毕竟有句话说得好 天若有晴天一老 撩我麻子死得早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520 美少妇主播周运一愣 转头看着林番撇了撇红唇 认定她在信口胡扯 网友们一边点赞刷礼物 一边打字惊呼 说又发现了林番的新技能 林哥不光舌头毒 也很擅长吹牛皮呀 哈哈 天若有晴天一老 撩我麻子死得早 敲黑板 这就要考的 哈哈 小林跟牛逼 面颊微红的周运 干咳着白了林番一眼 又随即选出第二条后台留言 用磁性悦耳的嗓音念了一遍 有位都市女白领吐糟说 她生活中的社交圈子太小 28岁了还在当圣女 早已过了结婚年龄 被父母亲戚催问的都不敢回家乡了 林番对着直播镜头翻了个白眼 撇嘴道 不少人把单身归结于社交圈子太窄 从而避开了颜值这个基本因素 再说 为啥到了婚龄就该结婚 难道活到了平均寿命就该死吗 恭喜宿主 获得毒舌积分1200 总积分158621 您共有9个惊喜箱 两句简明乐要的回答 又让直播间里顿时炸开了锅 飞速滚动的屏幕 刷得人眼花缭乱 物草 这是毒品大事啊 哥给你跪了 6666 家人们给小林哥把礼物走一步 就在林番在直播室 和美少妇搭档工作的欢腾时 却料想不到 外面两辆黑车里的人 已经在死死盯着博雅大厦的出口 只带林毒舌下了夜班 把他搞惨 第92章 嗨 帅哥 但此刻 林番正投入在毒舌直播工作中 他当然不知道 有人竟敢追踪到博雅大厦附近 等着对付自己 林番和周运的网络直播节目 还在热火朝天继续着 到了互动环节 一个自称是单身狗的外地网友提问道 亲戚给我介绍一份海外的高薪工作 但情路坎坷的我 年龄不小了 最近一直在忙相亲 所以 在国内赚不到几个钱 出国又怕耽误找对象 我妈也嫌万里之外的 工作单位太遥远 林主播你给评评 是找对象重要 还是先赚钱重要 其实我个人 对金钱挺淡漠的 只想喝醉裂的酒 遇到一个懂我的妞 林番忍不住撇了撇嘴 微微皱眉道 你的感情道路怎么坎坷了 不挺顺的吗 那么大人了 一路上连个人影都没遇到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500 网友们笑喷一片 更多的是打了一串 林番接着说道 虽然 以你目前的情况来看 去国外赚高薪 和在国内谈对象 愚合熊掌不可兼得 但单身和穷可以啊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555 破 哈哈 莫愁前路无知己 这话说得好有脸 周运怕他太伤人家粉丝的自尊 忍不住温和插了一嘴 小伙子 这世界是公平的 你得到一些东西 也会失去一些东西 其实没什么好纠结的 就看你想侧重选择什么了 向着自己喜欢的方向 努力奔跑吧 林番正转头喝着水 听到这段话 差点喷了美少妇一声 憋得脸色通红才忍住了 你这说了和没说有区别 那就是个离不开妈妈和家乡 安于现状 害怕改变的巨婴好吧 周主任倒还不如文周周的鼓励他一句 好男儿志在四方 有了钱 自然有好姑娘 没想到 周运说完那句话 还颇觉满意 又偏头可爱的眨着眼睛 问了林番一句 你说呢 小林哥哥 嗯 运姐说的对 这世界是很公平 你得到了某些东西 就会失去一些东西 比如得到了金钱 就失去许多烦恼 林番云淡风轻道 周运 不带粉丝们反应过来 林番又送给那单身网友一句毒蛇 还淡漠金钱 只想喝醉裂的酒 遇到醉懂你的妞 若不努力赚钱 你将来只能喝醉裂的二锅头 擦醉野的流浪狗 破 正在喝雪里水润猴的周运 当场喷了林番一裤子 玄疾又花容失色地趴在直播台下 拿纸巾帮他在下面擦了起来 小手还挺不老实 不料 那个留言的网友一直在线盯着 他震惊了片刻 若若回道 我知道该怎么选择了 谢谢小林哥骂醒了我 555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1358 直播室里的粉丝们早已笑怕一片 哈哈 和2333333的留言 飘满了屏幕 几句犀利无比的毒蛇语录 又为林番和周运的节目 圈粉无数 这时又有一个女孩 说她谈一地网恋 刚被男孩子骗过 求运姐给碗鸡汤安慰一下 周运红着脸 从直播台下面钻出来 清了清嗓子 用抚慰人心的雌性女低音道 小妹妹 痛苦经历可以教人成长 只要你能从这次失败的网恋中 汲取教训 从而变得成熟坚强 这次失败 就是有价值的 见林番听完 轻轻点了点头 美少妇心中一荡 面露得意之色 林番倒也赞同周运的这个观点 前世不忘 后世之失马 人要懂得从失败中总结教训 从而避免在一条沟坎里 连续跌倒两三次 那是脑子进水的表现 但为了让这姑娘长记性 林番还是毫不吝啬的 随口赠送给她一句 直击灵魂的犀利毒蛇 刚才韵姐说的没错 希望你能记住教训 但如果换成我来评论你这事吧 就觉得 你需要的 其实不只是一碗鸡汤 还有一个巴掌 有些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 就是为了告诉你 这孩子真好骗 老妹啊 以后可长点心吧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566 听了这段话 周运忍不住眸光亮亮的转头 看向林番 哪怕是同一个观点 为什么从林番口中说出来 就变得那么个性 有力 又好记呢 回头私下里 自己得给小林师傅 好好请教一下呢 但一想到林番说过的那句 要想学的会 先给师傅睡 美少妇的脸 又疼得红了 林番不知道 周运在乱想什么 此刻 她正在回答一个年轻 妈妈的问题 小林主播 我感觉最近很疲惫 每天要接送娃上学 还要和老公一样拼命工作 做兼职赚钱 还房贷车贷 身体都压健康了 从一个男人的角度看 你觉得我这样过日子 值得吗 林番私存了一下 认真回道 如果你觉得很疲累 说明付出和得到的快乐 已经远远不成正比 不值得了 女人一定要对自己好点 哪怕住小点的房子 坐公车出行 也要开心的活 千万别累死 不然的话 就会有别的女人花你的钱 住你的房 睡你的老公 打你的娃 恭喜宿主 获得毒舌积分 666 直播间里 又是笑喷一片 太特么犀利了 人活着才是最香的 嗯嗯 梁田千青 不过一日三餐 广沙万间 只睡卧榻三尺 这主播牛逼 我苦苦寻觅的灵魂导师啊 关注了关注了 两个小时的独播 在粉丝们的狂笑和怒赞中 一闪而过 转眼间 到了下播时间 周运涵交代妹的 给林番 敲敲数个大拇指 两人 又一起到集团餐厅 随便吃了点晚餐 然后美少傅就带着助理 去网络传媒部 加班开会了 她是部门主任 不仅要屈尊在26号直播室 给林毒舌当绿叶 更要监管 所有直播室的 一些工作事务 自然比林番忙很多 双手插兜 双手插兜走出博雅传媒大厦 林番信步溜达着 回顾雪岩香张公馆的那套房子 现在自己的全部资产家一起 已经有十来个亿了 另有九个惊喜箱未开启 林番盘算着 明天就得去洗涤别墅大豪宅 圆自己那个由来已久的梦了 这时 剑林毒舌终于下了夜班 那两辆停靠在博雅大厦路边 一直暗中 等着她的黑色小轿车 也悄然发动 远远跟了上来 刚溜达到一段 路灯昏黄的僻静小道上 林番就听到 一串清脆的声音 哒 哒 哒 那是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响 而且慢悠悠的 几乎与她步调一致 林番转头一看 却是个身姿高挑的包屯群美女 手里拎着昆包 不远不近地跟在自己身后 见她驻足回望 那美女竟抬起先手 略显娇羞的甜美一笑 向林番打起了招呼 嗨 帅哥 第九十三章 那个是哪个 嗨 帅哥 江冰小道的昏黄路灯下 那年轻美女主动挥着手 略带娇羞地向林番打招呼 这漂亮女人 看着挺面熟啊 她长发急腰 上穿白衬衫 下穿包屯群 优雅地长腿丝袜下 踩着一双细高跟鞋 这不正是今天下午 在老坛祭司房菜馆附近 追着自己套近乎 还说自己特向她姐姐 一个失联朋友的美女吗 不过 人贵有自知之明 在还没有对外公布 自己资产的情况下 林番当然不会自恋到 会相信她有令陌生美女 一件痴迷的神秘魅力 事出反常必有妖啊 于是 林番对这个漂亮女人 心存一丝戒备 撇着她冷淡开口 白天都说过了 我不是你姐夫 也不是你姨父 你怎么还想撩我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66 空姐秦岚听了 双颊微红 她戴眉青醋 露出尴尬笑容 一抹寒意 从美眸中一闪而逝 没错 这美女 正是景华江南的 好闺蜜之一 今天发誓要为她男姐 报复林番的秦岚 你小子敢看光 我好姐妹的厨子之身 还很不要脸地告诉江叔叔 你再和江南谈恋爱 甚至已经同居了 又仗着又伸手 三番五次欺负我男姐 今天被查酒驾时 甚至骂她是隔壁大傻蛋 义愤难评的新婚小少妇秦岚 今晚决定起走险招 为好姐妹仗义报仇 而且 她要凭自己的魅力拿下林番 再把她送到橘子里 吃几天劳饭 呀 原来是你呀先生 和小女子还真是有缘呢 秦岚强按下一照面 就被骂得怒火 故作惊讶 上下打量着林番 娇羞一笑 如水明眸中 释放出诱人的魅光 然后呢 林番双手插都打量着她 不动声色地淡淡问道 她倒想看看 这个身材和长相 都挺出色的小娘们 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哟 瞧那冷眉冷眼的 难道我不比你下午炮的 那个美少妇 更年轻漂亮吗 美女空姐秦岚 撩了一把飘逸长发 翘脸扬起 露出自信迷人的笑容 林番微微皱眉瞥了她一眼 冷淡开口 你化了妆 都没她化成灰好看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666 扑 秦岚刚拎着女包 在她面前站定 听了这话 娇躯猛一颤 脚下的细膏跟一拧 差点当场摔趴到地上 你 我 我有那么丑吗 若不是 在演戏给林番挖坑 美女空姐当场就想发飙了 你这个流氓混蛋 什么眼神啊 虽然本姑娘 可能没你那个美少妇性感 但我比她年轻好吗 正因为有年轻貌美的自信 今晚秦岚才想出 要用美人计 狠坑林番一把 为她难解血耻 这个非国际航班的美女空姐 接触过形形色色的男人 知道自古英雄 难过美人观的真理 听江南说 这小子前一个笑花 后一个美少妇的炮 她判定林番肯定是条大色狼 现在见林番板着脸独对自己 还亮出了一本正经的样子 秦美女简直想比喻冷笑了 哼 你个下流痞子 在姑奶奶面前装什么正牌 你们臭男人还不都是一个德行 喜欢乖的 又拒绝不了骚的 这时 林番冷撇着她 又轻蔑开口 赚起了积分 你有多丑 照照镜子不知道了 还觉得自己年轻 万年轻都比你有青春活力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580 秦岚七的翘脸通红 恨不得当场跳脚骂娘 却只能手辅胸口安慰自己 小不忍择乱大谋 她强压怒火 故意做出一副浪骚的扭腰百臀撞 上前把先手搭在了林番肩膀上 娇滴滴道 帅哥 你这嘴巴也太毒了吧 毫不懂得怜香惜玉呢 说着 又悄悄趴到林番耳边 喝气如蓝的巧声问道 你晚上是不是一个人住呀 需要特殊服务吗 林番不禁皱眉 愣了一下 刚才骂她丑 那也是因为这小娘们 先攻击了美少妇周韵 自己为了打击她的高傲而已 平心而论 眼前的美女 虽不及周韵综合评分高 却也没有太逊色 要胸有胸 要腿有腿 长相出色 长发翘臀 就算是传说中的师祖女 她也算得上行业里的家货了 至于上街拉客吗 但自己是男子汉大豆腐 反正吃不了亏 林番勾唇露出一抹邪笑 打亮着美女空姐的挺胸翘臀 眯眼问道 哦 你这服务 怎么个特殊法 就是 就是做那个了 秦岚俏脸一红 低头羞涩 阴明道 林番拿出了 打破杀郭问到底的求是精神 那个是哪个 你好话呀 帅哥 明知顾问 那个就是男人女人都 爱做的事吗 秦空姐白皙的脸蛋 已经红透了 刚新婚几天的她 本以为自己也算过来人了 为男姐豁得出去 舍不得面子 套不住流氓吗 却没想到 这个混蛋大流氓 却故意磨磨蹭蹭的 纯心要折磨她一番 偏偏不爽快上钩 美女空姐 心里又羞又急 林番眉头青醋 一本正经问道 来人女人都爱做的事 打麻将啊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三百 见秦岚红着脸摇了摇头 她又恍悟道 我明白了 美女空姐面露喜色 嗯嗯 男人最爱做的事 奉劝师族美女丛梁 哄骗梁家女子上床 你们女人最爱干的事 对屌丝谈钱 对高富帅谈感情 林番认真总结道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五百五十五 总积分十六万五千七百十八 躲在暗处远远观望的景华江南 和她带来的那几名便衣 此刻已经通过藏在秦岚身上的微型对讲机 把两人的对话听得清清楚楚 江南面露失望 咬牙暗骂了一句 见骨头 装什么假正经 恶心 秦岚更是黯然闭上了大眼睛 捂着脸仰天长叹 继而咬了咬红唇 皱眉紧捏着双手 低头纠结了片刻 最终又跺着脚 把心一横 翘脸通红的轻声告诉林番 因为本姑娘最近手头紧 遇到喜欢的帅哥 就想赚点外快 所以 所以今晚我可以 陪你单次两千 整夜六千 太贵了 不干 林番摇摇头 转身就走 美女空姐性目大争 又羞又怒 只感到一阵凶疼 两千还贵了 就算你给姑奶奶二十万 我也不会真让你碰身子的好吧 但一看林番转身去 自己的美人既要落空 秦岚 只得急急追了上去 第九十四章 陪了闺蜜又折兵 美女空姐秦岚 急忙踩着高跟鞋 登登登追上林番 红着脸低头小声道 一千 好了吧 五百 林番双手插兜 淡然还价 这一刻 她不禁暗暗摇头 哪有张口 就自降一半价格的 这漂亮小娘们 就算想当诱饵 玩仙人跳之类的骗局坑自己 也太不专业了 林番决定一会得让她吃亏 长点记性 听到她的报价 美女空姐气得心中大骂 五百 姑奶奶有那么不值钱 有那么下贱吗 你带的 但为了替男姐 复仇出一口恶气 她最终还是咬唇点了点头 急切道 好 看在你长这么帅的份上 就五百 这附近有家主题酒店 挺别致的 藏在暗处的江南和手下们 听到这句话 不禁目录冷意相视而笑 马上就可以收网了 闺蜜正在按照他们 事先制定的计划 一步步把林番往陷阱离影 她敢跟着秦岚 去那家酒店更好 拍录设备 都在那间浪漫的大床房里 事先布置好了 只要俩人往床上一坐 秦岚再次向她确认了交易价格 并帮着林番脱掉衣服 江南和同事们 就会破门而入 进去扫林番的黄 她若选择去别处交易 那也没关系 反正江南把闺蜜 从微型对讲机中传来的对话 都录了下来 只待她开房脱衣之后 再补充一下 人装俱获的有利证据了 今晚江南之所以兴师动众 率了几名拿枪的便衣手下 暗中埋伏在此 也是为了防止秦岚真吃了亏 毕竟那家伙有身手 再则抓捕林番时 若没有黑洞洞的枪口震慑她 还真敢拿不下呢 这一刻 美女景花咬牙暗想 自己和闺蜜 受着流氓混蛋的所有屈辱 等今晚把她拷进警局之后 一定要让她加倍偿还 这时林番却四下瞥了一眼 伸出双手揉搓着 对秦岚露出一丝坏笑道 先让我咽咽货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388 咽货 秦岚听了面露哑然 林番低头瞟了一眼她怂挺的胸脯 云淡风轻毒蛇道 不行就算了 虽然咱俩的身体都有需要 但我比你品位高 花钱找女人本身就挺跌分的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500 总积分17万零455 第十一个万分惊喜相来脸 听了系统军的汇报 林番微笑点了点头 又随口说道 要那么多箱子干嘛 给我开几个玩玩 得令 叮咚 恭喜宿主 获得出街国一技能卷轴 叮咚 恭喜宿主 获得现金1000万 叮咚 恭喜宿主 获得霉运贴一个 叮咚 恭喜宿主 获得霉运贴一个 叮咚 恭喜宿主 获得霉运贴一个 停 快别叮咚了 我要那么多破霉运贴干啥 秦安一听林番说 不行就算了 顿时慌了神 别啊 他拧眉咬了咬牙 面色通红地犹豫了一下 但眼看男姐和同事们 就可以把这家伙人赃俱获 以涉皇的罪名抓走 他怎能再让主书的鸭子飞了 美女空姐跺着脚 把心一横 转身背对着暗中埋伏的江南等人 把鼓鼓挺挺的胸 面向林番一个人 又仰起俏脸 先手微颤着 解开了他领口最上方那里扭扣 秦安面颊滚烫 闭眼紧咬着红唇 露出一副誓死如归的表情 用蚊子哼哼般的低声 对林番说道 你瞄一眼吧 秦安的雪鹤 顿时若隐若现 只是林番 能窥见的内容 挺有限 作为年轻神豪 他当然不是那种 随便给点小恩惠 就能上钩的人 于是 就以迅雷之势伸出手 勾了下他的衣领 低头看了看 滚 你干嘛 秦安感觉到胸前猛然一凉 顿时吓得瞪大了眼睛 冷吼起来 他五指并拢 抬手就抽象了这个流氓的脸 却见林番转头躲开 站远了一些 眉头微皱道 你脑子有坑吗 美女 不仔细端笑一下 我怎么知道 你这是不是龟娇龙的艳品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480 美女空姐信念员 争呆立着 羞愤欲狂 这个无耻之徒 竟敢趁自己 娇羞仰起头的瞬间 飞速下手 还撑飞了自己的一颗钮扣 若是让新婚 才几天的贾老公知道 自己今晚所做的羞辱之事 那她还不得闹个鸡飞狗跳 甚至危及婚姻啊 扑通 秦美女一屁股跌坐到地上 脸红得滴血 欲哭无泪 临翻见状 撇嘴摇了摇头 正要说什么 却突然发现 暴脾气锦花江南 竟在附近小树林里 瞪着赤红的凤眼 此刻 面饭寒冰的她 探头探脑 一副响冲出来 和自己拼命的架势 好像又被后面的人给拉住了 临翻恍然明白 难怪这个气质不错的包囤群美女 会两次主动搭讪自己 还很别角地扮演起了 特殊行业的女子 原来这一切 都是因为胸大无脑的江小南 白天查酒驾时 受了一肚子窝囊气 又想找自己报仇学耻呢 临翻皱眉望向远处的江南 嘴角勾起玩味冷笑道 你改行当中介了呀 本来我感觉这美女还挺不错 但你急吼吼的一现身 就索然无趣了 哇 呜呜呜呜难解 见他们的小伎俩 已经被临翻识破 羞愤摊坐到地上的美女空姐情蓝 气恼得泪奔 临翻 你个无耻王八蛋 早已经热血上头的江景花 一把甩开那几个 劝阻她的男便衣 不顾一切 从小树林里冲了出来 此刻她双目喷火 口喘粗气 瓜子脸通红 见这个霸王花 又要恼羞成怒 冲上来和自己拼命 身后还跟着几个 气势汹汹的男人 临翻撇嘴挥了一下手 甩给他们 几张刚抽中的梅韵贴 已是对钓鱼执法的惩处 还别说 这虚拟道具真模型 只见朝着自己怒冲而来的锦花 脚下突然被什么东西绊住 当场摔趴在地上 她那几名便衣手下 被男姐的身子一半 更是摔出老远 哎呦 死 一时间 痛苦声音声 此起彼伏 临翻把双手插回裤兜 冷眼一扫 地上敞露事业线的美女空姐 和狼狈不堪的江南等人 冷笑开口道 此情此景 本才子忍不住想赴诗一首 书山有露情未尽 二货偏偏不认命 逗来逗去空落泪 赔了闺蜜又折兵 炫完口气 临翻才满意地点着头 转身去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888 江南从地上艰难爬起来 捂着磕伤的膝盖 怒指临翻背影咆哮道 灵魂蛋 你等着 姑奶奶要是不把你弄进警局 整个半死不活 我特么就不信江了 临翻头也不回 淡淡道 别跟歌成那么远 就将仅观之不可理喻的性格 谁能保证 你能活到哪一天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555 回乡张公馆的路上 临翻又接到一个寿楼小姐的电话 临先生 您前几天 在我们这看过的几套别墅 有感兴趣的吗 第95章 翻歌的妄想症 痛痛快快冲了的凉水澡 临翻躺在 顾雪岩这套公寓的松软大床上 双手枕在头下 展望着明天喜提大别墅之后的美好生活 睡前无聊 忽然想起 好几天没打理微博了 这可是自己赚取毒蛇积分 勤劳创服的另一个好平台 切不可疏忽荒废啊 临翻刚打开微博 就发现一个女粉丝 不知受了什么打击 竟在上面见嘻嘻说 有点无聊 我们来骂一下男人吧 临翻随手留言 满足了他的心愿 你爸是个SB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555 还有几个粉丝在微博上 acted毒蛇地灵哥 向他吐槽一个共同面对的棘手问题 因为下个月就是中秋节了 这些在城里打拼的年轻人 顿时心生抱怨和害怕 我最怕回家之后 被七大姑八大姨拉着手盘问 为什么还不找个对象啊 我也是啊 哎哟 想起来那些事儿妈 就愁得老娘脑磕疼啊 脑磕疼 可爹妈都在家乡 中秋佳节不回去又不行 大家都知道 林哥最犀利 话说你有什么高招没 林帆微一思索 回复他们一段毒蛇 把亲友的关心当多事 可就算那些亲戚都是事儿妈 你们为啥又不敢诚实回答 我人丑事多条件差 好高无远不踏实 看不上屌丝 总想棒高富帅白富美 这辈子只想活在梦里 谁他妈都别想叫醒我 你们如果敢这么诚恳回答 亲戚们肯定不会再舔个脸继续问 行行吧骚年们 没看见自己身边脱单年龄越大的同学同事 找的对象就越老越丑吗 那是因为他们终于认清了自己的精良 快别骄傲了 你们早认命 早过正常人的日子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866 一个大胸貌美的妹子 发来自己的美颜照片 让毒蛇弟给他打研直分 林帆巴拉几下他的微博 惊讶发现这是个外围女啊 于是毫不客气的在网上开队 用毁图秀秀 批量制造美颜照片 是你的包装手段 用默默 探探等像土豪爆发户 和秃顶老干爹下手 是你的作案工具 手游网游 割完的是逼格 你玩时练习止牙止滑 为提升业务能力 晒遍五湖四海的旅游美食照 也只是你全国流窜作案的有力佐证 坦兄怒怒的照片当手机平保 充斥着对饥渴旱们的低俗暗示 但一见你本人 又有不少客户抱怨货不对版 负分 滚粗 一个挺爱晒美食的胖姑娘 ad毒蛇地灵哥 翻我翻我 林凡回道 胖若两人 混吃等死刑 还在微博上李直气壮说 肉都是我一口一口吃出来的 凭什么要剪下去 姑娘 搁进你是一条汉子 看照片 可判断你每天的生活 早起冲向餐厅 抢一替新出笼的豆沙包 再来一替猪肉葱花馅的 边吃边往豆浆碗里抛 上午琢磨午饭吃什么 下午寻思 晚饭吃啥子 半夜躺床上发一条朋友圈 小姐姐饿了 有请吃饭的没 如果没有 等会我再问一遍 俩小时过去 没人搭理 自己就边条回复 挽救自尊 帅哥请我吃串 好啊好啊 赶紧叫份串串外卖 只拍烤串不拍餐桌 晒到微博和朋友圈 假装自己很抢手 妹子挺惨的 零分吧 拜拜 另一个名叫永不言败的 韩风帅哥 是个十八线小演员 渴望爆红 他在微博上发了几张照片后 随手 毒蛇地灵哥 第三次找您打分减压了 可惊虐吧 零番配合他的需求 根据照片点评起来 祖国版图机投出的盲流小生 按揭旅游去了趟首尔之后 再也认不清自己是谁 大脑遭到韩风的严重侵袭 从此不务正业 荒鱼钻研二人传艺术 流窜至芒果台 开始了东北风 佳寒饭家 非主流胡球 混搭的演艺生涯 每天承受着胸口碎大石 喝农药 人肉风火轮等 人间炼狱般的综艺节目折磨 响起同村尼古拉斯赵四 奥斯特洛夫 刘能的事业蒸蒸日上 一身愤怒的野鸡造型 却掩饰不住你内心的落寞 还是林芬 欧巴 但今晚有个幸运星 居然获得了毒蛇第六大分的高频 翻了翻姑娘发来的照片 我吓得从轮椅上站了起来 你长得很像我初中喜欢过的那个女生 清新淡雅 瞧不起所有的癞蛤蟆 只喜欢听我一人夸 我在阳光灿烂的日子 偷骑老爸的自行车载着她 出村庄 过田野 跨小桥 爬上山坡摘野草 在草地上背靠背畅想未来时 我又出其不意 用狗尾巴草 给她编了一枚戒指 感动得她眼泪哗啦啦 那时候个 不会写诗 只能让她在我的怀里躲风 一边帮她擦泪 一边共义童年往事 像你这样鲜沉不染的浪漫女孩子 找男朋友 一定要主动追我一样 纯真温厚英俊有才行的 如果有意 给你在暗恋哥的女粉丝大军中 排个8888号先站着 美丽的 我给你六分鼓励一下 也致敬哥懵懂时光里的那个她 女孩的微博下面 顿时炸了锅 铺天盖地的新增流言 足够让她翻上好几天 哇呀 六分啊 毒蛇弟还是第一次没骂人 给粉丝这么高的评分呢 555 我被小林哥的狗尾巴草之恋 感动到流泪了 虽然她 一直给本少妇无穷的评分 我滴个乖乖 六道没朋友啊 这小美女要火呀 连那些明星艺人 找毒蛇弟打分 都会被毒哭的 为了避免引起个别人的不是 今晚林帆还在自己的微博签名中 添加上了一段介绍 毒蛇弟林哥回复犀利又狠毒 禁告艾特本人 给你颜值求虐的网友 期待毒品回复的 如果有心脏病 高血压 癫痫病 颈椎炎 脊椎炎 以及带食膏者 孕妇 头晕症 习惯性流鼻血 胃膏症等患者 切莫尝试发照片 来求打分 否则 独笑独哭 生死自负 清早起床后 林帆到楼下吃早餐 这时表妹王萌萌打来电话 说自己到中州了 范哥 你真给我找了份 银行财务副总监的工作啊 可千万别闹啊 就我这破二本院校的 英界毕业生 林帆听得出 表妹有点难以置信和胆怯 于是让她打车过来找自己 一起吃了顿豪华早餐后 林帆云淡风轻地对表妹说 萌萌 你报道的是不用急 先陪哥在中州转悠转悠 买一幢花园泳池别墅玩吧 哈 花园游泳大别墅 你还玩玩 王萌萌听了 惊得捂住了嘴巴 她可听说过 中州一套花园泳池别墅 动辄上映 这正是林帆想要的结果 得让表妹见识一下 自己的豪恨和人脉 以后在中州发展 她就更有底气和自信了 于是又大手一挥 淡然微笑道 那有什么 今天的早餐味道太一般了 回头哥还要给咱家 雇几个米其林三星大厨 萌萌可以多来我的大别墅蹭饭 王萌萌听了却带眉见醋 面露忧郁之色 她一边被林帆请上出租车 一边用惊恶的眼神 转头打亮着表哥 心里直犯嘀咕 难道帆哥是因为一个人 在中州打拼压力过大 脑子里出毛病吗 又是银行副总监 又是花园大别墅 还有米其林三星家厨 她这是典型的妄想症啊 第九十六章 小胡子吊打渣男女 出租车上 王萌萌目入一丝惬意 用胳膊轻轻捅了捅林帆 又压低声音 试探性地问道 帆哥 你还记不记得 我爸叫什么名字啊 林帆白了她一眼 没好气到 我大舅我二舅都是我舅 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 她没明白这妮子是什么意思 考验个报复之后 是否兴奋的老年痴呆了 还是有没有忘本 为父不仁 见才忘义 那是小人所为 瞧不起谁的小妞 我只是不想让出租车司机听到 老子唯一的舅舅 叫王富贵 这么个狂拽炫酷屌炸天的名字 但王萌萌却不这么想 看着林帆神圣叨叨的 一会儿要喜提花园 泳池大别墅 一会儿又豪气挥手说 还得雇几个米其林三星大厨 现在 她居然连自己老爸的名字都忘了 只是答非所问 回了一串顺口溜 她不得不怀疑 林帆是不是在中州 救那个总裁的女儿时 头部受伤被砸傻了 正因如此 那个女总裁 才想真心地赔给大姑和姑父 也就是林帆的爸妈一笔巨款啊 想到这 清纯善良的表妹 目露腾惜望着林帆 顿时红了眼眶 介儿又转过头去 伤心撇着嘴 看向车窗外快速掠过的高楼大厦 车水马龙 偷偷抹起了眼泪 她万没想到 这座繁华大都市 竟赐予正直的表哥 如此大的伤害 小时候 每当他在学校里受人欺负 都是倔强勇敢的翻歌 充当自己的守护神啊 打车来到日月湖惺惺商务区 眼前高楼林立 绿树成荫 芳草莺 如近的湖泊 倒映着蓝天白云 与远处的青山翠峰 构成了一幅秀美清新的画卷 林帆正式考虑到 这里衣衫灵狐 环境优雅 又离顾雪岩的 博雅传媒集团挺近 才决定再次构置大别墅 在表妹疑惑不安的目光中 林帆静止走进了 主打独立别墅的 云顶国既寿楼处 此前他已经来这边了解过 中州最顶级的豪宅 也就属一山傍湖 而建的云顶山庄别墅了 但出人意料的是 寿楼处里面 竟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而且以中老年人居多 林帆拉着表妹 随意排在了人群后面 不禁皱眉暗想 云顶国际的大别墅 难道要白菜架抛售了不成 居然吸引了这么多 大爷大妈来抢购 不吃 就在这时 一声女人的吃笑 在林帆他们不远处响起 随之来的 又是一个男人刺耳的讥讽 哟 林学霸 林大土豪 您怎么也沦落到这一步了 不打肿脸 装逼开豪车了 呵呵 马绍 你里那件嘴小子干嘛 林帆转头一看 坐在寿楼处气派的贵宾厅中 远远对自己冷声讥笑 一唱一鹤的人 竟是自己在中州大学的 富二代同学马坤 和前女友柳婷 她不禁目录鄙夷 皱起了眉头 这俩贱人 怎么又搞到了一起了 不过 倒也挺般配 事实上 刚才马坤和柳婷 先一步抵达云顶国际寿楼处时 就远远看见 马路边下车的那个人像林帆 还带着一个打扮普通的乡村风女孩 所以此刻 两人看向林帆的眸光里 充满了仇恨 鄙夷和轻蔑 神通广大的富二代马坤 已经通过家人在商界的圈子打听清楚 前几天 林帆在街头建议勇为 救了博雅集团总裁顾清城的女儿 而且他也了解到 正如自己所料 笑话叶若曦 并非林帆的女朋友 这小子 也只是出于同乡之意 在上次围景大酒店的同学聚会上 给叶女神当了一把挡箭牌而已 至于林帆带量价值两千多万 全球限量版的阿斯顿马丁豪车 显而易见 肯定是这穷小子 那天专门从美女总裁顾清城那里借来 在叶大笑话面前装逼压自己呢 明白这一切后 马坤怨怒冲天 感觉自己受到了林帆和叶笑话的玩弄和羞辱 他发誓一定要揪出林帆 狠狠收拾她 并伺机报复叶若曦 以雪自己和狗腿子们 在围景大酒店被林帆宰了二百万毫酒钱 并将自己狠狠羞辱一顿 又摔倒在地上的耻辱 没想到 今天竟在云顶国际寿楼处 让自己遇上了这个孤儿装逼犯 而且他现在 已经恢复了真实的穷酸样 所以这一刻 马坤心头狂喜 复仇的机会来了 听到马二代和柳婷对自己的绩效 林帆目录不屑冷哼一声 淡然回到 一个是和墨天宇实力相当的豪门大少 同样嚣张跋扈 打都打不醒的顽固小二逼 一个是水性洋花的实力拜金女 仗着有点姿色 换男友的速度之快 令人砸舌 你们这对渣男女狗合在一起 倒还真挺般配 恭喜宿主 获得毒舌积分888 祸 林帆的朗声大骂 震惊了整个寿楼处的人 大家打量打量一身名牌的豪门公子马坤 和挽着他胳膊的冷脸美女柳婷 又丑丑衣着干净朴素的林帆 和他身边同样质朴的漂亮姑娘王萌萌 都不禁皱眉摇了摇头 低声一轮起来 那穷小子脾气够酱的啊 都和我们老年人一起排队来领小福利了 咋还敢和人家豪门阔哨争斗 那二代我认识 马大头家的肖章少爷 家里做大生意的 老爹手上起码有几十亿 死 几十亿啊 这么说 那个穷小子打扮的小伙就太不自量力了 听到大家的巧声议论 林帆不禁皱眉 这些中老年朋友排起长队 难道是在等着领什么福利 而不是和自己一样来洗涤大别墅的 四下一瞅 林帆不禁露出一丝尬笑 自己和表妹购房经验不足 还真是站错了地方啊 但为时已晚 只见马坤和柳婷 竟直接掏出各自的手机 咔嚓咔嚓给自己和表妹拍起了照 柳婷面露得意冷笑 一边远远地拍着 一边鼻叫嚣起来 那天在图兰朵餐厅 他可是牛得很呀 又是出手伤人 又是耍剑 把老娘骂得一文不值 还开着一辆借来的马丁豪车 四处招摇装逼 我当那穷鬼 真是什么影视豪门大哨 现在带着个村姑 来林里面游来了 马坤更是发出快意的狂笑 他给林帆和表妹 拍了几张照片后 收起手机插着腰 药物扬威道 明明就是个从孤儿院走出的 穷逼乡八老 也有胆有脸 在老子面前装 回头我就把 你这落魄裤照 发同学群和朋友圈去 我要让大家好好瞧瞧 前几天在围警国际 风光无限 横踩了本少一把的林大土豪 真实面目 是多么的寒酸 多么的令人心生同情 哈哈 林帆听了 眉头一皱 面色微沉 表妹目露惊慌 拽了拽他的胳膊 小声问道 帆哥 那俩人和你有仇 林帆勾起一抹轻蔑冷笑 摇头淡淡道 哥把下两根小胡子 就能吊打 这对渣男贱女 他们却傻傻分不清形势 又来求虐了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三百 总积分十七万六千八百 宁目前剩余六个惊喜箱 第九十七章 骂账五要素 刚才还对林帆冷声鸡骂 并咔嚓咔嚓拍照的前女友柳婷 和嚣张富二代同学马坤 听了这话 不由气的皱眉瞪眼 面泛寒光 云顶国际寿楼中心的工作人员 以及全场上百号排队的人 也都被林帆的冷骂雷住了 这穷小子好狂啊 竟敢当众骂马大少和他女朋友 还对人家一脸不屑 一个寿楼先生瞪大了眼睛望着林帆 转头对别墅区的销售经理巧声说 西装阁里的胖经理 扶了扶他的大牌黑矿眼镜 鼻翼冷笑着沉声怒骂道 啊 乡村傻逼一个 看一会马少 怎么弄惨他 马坤今天带着柳婷来云顶国际 是要订购一套豪宅 刚才殷妾接待豪门阔哨的 正是这个胖经理 见穷小子林帆的到来 令家资几十亿的马坤和女友大怒 他们现在连别墅婚房都不选了 干脆与林帆骂起了仗 感觉被林帆搅了一扇大生意的胖经理 自然心中恼怒 马坤之所以能和柳婷搞到一起 甚至火速走到了购房闪婚的地步 倒也是见人有见缘 那天狂少莫天宇在图兰朵餐厅被打残 并知道了柳婷的廉价后 感觉自己这个接盘侠受了奇耻大辱 当天就与柳渣女一拍两散 这时苦追夜笑花无果 还被林帆横踩一脚的风流二代马坤 就对柳婷趁虚而入 马二代不仅仅垂涎柳婷的美貌和身子 更重要的是 最近他们家族集团要分配股权 身为董事长的爷爷表示 已经成婚的子孙 可以多持有马氏集团的家产 于是 马坤才在父母受益下 匆匆抓了个漂亮女同学柳婷 冒充未婚妻 并准备和她闪婚 以助自己多分些巨额财产 至于这段个怀鬼胎的婚姻 能不能长久 阔少和渣女都没那么在意 因为他们心照不宣 这是一种有价交易 花花公子马坤和漂亮拜金女柳婷狗和后 因为各自对林帆的仇恨 一直在磨刀祸祸的伺机报复她 今天终于逮住这个好机会 他们自然感到兴奋 马大少当即掏出手机 重金召来了二三十个非同寻常的舞者 让他们赶来云顶国际痛欧林帆 为自己和柳婷出口恶气 他已经很震惊地了解到 自己以前从没正眼瞧过的香巴佬同学林帆 居然身怀诡异武器 所以马坤便不惜高价 请来了那个令人闻风丧胆的暗组织 打完电话 他长嘘了一口气 和身边的柳婷都感到心中大安 玄机 两人就转头冷冷击骂起了林帆 柳婷率先开口冷笑道 哼哼 到底是我们傻傻分不清形式 还是某些香巴佬不张眼 竟敢当众和马绍公然叫板 活够了 也不打听打听豪门马家 在中州是什么样的存在 马坤一听得意极了 目录比翼要舞羊威道 还他妈拔下两根小胡子 就能吊打我们 哈哈 够狂 大家都在场盯着呢 看一会谁被打得哭爹喊娘 跪地求饶 林帆知道 这货已经搬了强大援兵 才有了十足的底气 但萌萌第一天来中州投奔自己 真当着她的面弄得血淋淋的 她怕吓着表妹 于是就想支开王萌萌 让她去中州银行报到 自己留下来一边喜提大别墅 一边暴虐肖章二代和渣女 但表妹很仗义 不但不走 还用身子挡在了林帆前面 冷冷暴毙 怒视着马坤和柳婷 一副谁想打我哥 得先把姑奶奶撂倒得很样 柳婷听见状 不由轻蔑耻笑 哟 这是从哪找来的村郭 还挺护着你家番哥呢 可她不是开马丁的神豪吗 今天怎么带你来排着长队 和老头老太太们一起 灵旗里面游来了 王萌萌厌恶的白了她一眼 冷然回道 我们不是来临小福利的 刚才站错队了而已 我番哥是爱买花园大别墅的好吧 刻薄女人 原来 最近房地产销售不景气 云鼎国际为了促销拉人气 前来寿楼处排队的市民 均可获赠一小份米面游礼品 这才是那些中老年朋友 排长队的原因 刚才林帆和表妹没注意 站错队了 但王萌萌的实话实说 却引起哄堂大笑 哈哈哈哈 就你们 还想买云顶国际的大别墅 马坤率先弯腰捧腹 发出了一串狂笑 柳婷更是面露得色 比一激笑道 这位村姑 你跟个只会惹事的穷小子混 跑来领免费大米填肚子 也没什么丢人的 别脸红 蛤 寿楼中心的人群 也纷纷撇着嘴 对林帆和王萌萌指指点点 大家巧声议论着 很多人都面带比一之色 林帆皱眉扫视了一眼全场 冷然沉喝道 渣渣们都闭嘴巴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三百 声音并不大 却具有一种骇人的穿透力 和震慑力 只见他面色微沉 黑眸中释放出的两道冷芒 更是威震全场 一瞬间 云顶国际寿楼中心 陷入了死寂 作为专业选手 林帆深知一个道理 若想在骂仗中 立于不败之地 哪怕敌众我寡 首先要在语气和气势上 压倒对方 一个像洛洛般的可爱小萝莉 就算满嘴脏话 泼辣无比 也吓不住人 一个纹身壮汉眼似同龄 头发倒数 冒赛张飞 就是冲你怒喊一句 妈 妈 大 你都得被吓尿 语气冷冽 气势强大 用词狠 语速快 攻击准 正是林帆总结出来的 骂人五要素 自己虽不是赛张飞 却有着更强大的气场和自信 他能瞬间震慑全场 让男男女女们的鸡渣噪音 骤然而停 由自己来掌控局面 既然当着表妹的面 不便频繁出手大杀四方 把场面搞得太血腥 就先把这些势利眼垃圾 骂苦骂怕 大赚他们一笔财富积分再说 等马大少和辽婷的强悍救兵赶到 再连他俩一种迅速收拾掉 倒也是极好的 一念至此 毒蛇大师小林哥亮出了他的专业范 双手插兜 自信仰头 目录比仪横扫全场 轻挑眉毛 淡淡开口 第九十八章 我不骂人 我唾弃你 用气场掌控局面后 林帆这才微皱眉头 冷然扫视着 刚才比仪讥笑自己和表妹的围观者 冷灭开口 一个个的狗眼看人低 一把年纪都活在猪身上了吗 谁他妈告诉你们 穿着普通些 就不能买花园大别墅了 毛爷爷何时穿大牌西服 带进口名表了 不照样被普普速速的印在钞票上 一会小爷亮出实力 惊掉你们的瞎眼 吓破你们狗胆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666 哄 听到林帆的朗声叫骂 云顶国祭寿楼中心大厅里 顿时炸开了锅 全场之人都面露惊怒盯着这个穷小子 恨不得当场跺脚骂娘 但迫于他不怒自威的强大气势 那些刚才还叽叽喳喳 轻蔑击骂林帆和王农农的人群 这时却静若寒蝉 谁都不敢先出头 和这个毒嘴小子对骂 这时 柳婷笔衣斜撇着林帆 撞着胆子冷笑道 哼 垃圾穷 林帆转头冷然盯住这个渣女 轻蔑打断道 你别给老子见笑 别人一笑很可爱 你特么一笑特可耻 把自己活成了谁都能上的公共汽车 还有脸笑 我要是你爹我当场抽哭你 但我不是你爹 也不想浪费洗手液 恭喜宿主 获得毒舌积分555 柳婷被骂得信念圆征 嘴角直抽 也紧捏着粉拳 抖动红唇怒骂道 混蛋穷孤儿 又想在村姑面前装逼证明自己 林帆右面带厌恶 撇着她的脸 神情比翼道 你还好意思骂我表妹是村姑 她比你干净漂亮千百倍 懂吗渣女 丑丑你把自己整成了啥玩意 黄毛 美童 假睫毛 毯胸露钩齐屁群 言行举止 全透着虚荣作作 三句话 不离金钱物质和房车 像你这样 内心功利龌龊 还特么有着迷之自信的所谓美女 分分钟有被皇位大爷当垃圾搓走的风险 如果说我穷 你也够贱 被我万把块钱包业半年的床上败将 你又有什么好嚣张高的 除了智障风流二代 谁特么还会把你封为珍宝 甚至当人看呢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 一千五百 姓林的 你 你你他 柳婷婷的胸脯起伏 翘脸低血 颤手怒指着林帆狂抽嘴角 却说不出一句葫芦话 你什么你 以前我挺不喜欢女孩吞吞吐吐的样子 但自从和你个见货同居之后 我居然会喜欢上你的吞吞吐吐 林帆的比翼鸡骂还没结束 却见柳婷跺脚怒吼起来 混蛋 操 你他妈够了 够 普通 劈腿败金女面无血色的喃喃骂着 突然浑身一软 一屁股瘫坐到地上 此刻她骄傲全无 目光呆滞 壮如死人 登登登登 云顶国际寿楼处的人 都吓得面色一沉 纷纷退离林帆 那些刚才还冷脸 嘲讽林帆是穷小子 说他买大别墅 就是乱吹牛皮 和豪门大哨叫板 是找死的中老年人 更是吓得手按胸口 瞪大了眼睛 嘴唇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 这小子 刚才那翻毒骂 要是落在自己身上 他们的心脏病和三高老毛病 指定当场发作了 思思 势力人群不禁倒抽凉气 这时林帆依然双手插兜 冷然淡定 他缓缓转过头来 却见马昆已经怒握双手 张嘴吼骂着 朝自己头上抬拳砸来 草尼妈林帆 老子干死 你个贱嘴小砸碎 这顽固大哨 一副要和自己拼命的架势 眼看马哨的重拳 就要轰到林帆脑袋上 他却依然双手插兜 转脸面向敌人 H2A 当即往马昆张口骂娘的臭嘴里 精准吐了一口唾沫 我不骂你 可以唾弃你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666 啊 围观者更是惊得目瞪口呆 纷纷下意识捂上了自己的嘴巴 这个被马大哨 击骂为穷鬼锅的农村学生 居然敢往豪门公子哥嘴里吐唾沫 大家简直难以置信 发生在自己眼前的这一幕 是真的 见过狂的 却从不曾见过 如此狂的年轻人啊 何况看他那穿着打扮 还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穷小子 胆大包天啊 再看狂哨马昆 登登登 他居然被林帆吐得倒退几步 并连连吐出了几口带血迹的口水 因为林帆刚才那口唾沫 是带着一缕强横真气 吐进他嘴里的 此刻 惊怒异常的马昆 只觉得口腔和喉咙里一阵灼痛 林帆对他鼻翩冷笑道 没文化可以学 长得丑可以整 你这人狂嘴臭 心眼又缺得比天大 不挨几顿狠的 真没法治啊孩子 泡不到夜笑花 又和柳斑花好伤了 什么样的垃圾女人都敢接盘啊 听说马大少还想给他买别墅 就这换男友比换户店还快的所谓美女 你个智掌能保证将来孩子是自己的 上次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 我只是小小惩罚你一下 今天还嫌不过瘾 皮又痒了吧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777 看到这里 王萌萌也早已瞠目结舌 对表哥惊为天人 原来番哥在中州混得这么拽啊 那个浑身名牌的刻薄女人 居然都被他骂哭了 而且现在看来 连狂傲的豪门马阔少 也不是表哥的对手 但一想到人家搬了强兵 马上就会赶来给马少柳婷报仇 王萌萌不由神色意景 急忙低声劝林帆 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却见林帆淡然一笑 挥手制止了他的劝阻 此刻 先挨兔又挨骂的马坤 面色红一阵白一阵 怒目圆争 暴跳如雷 云顶国际 那位专门负责销售别墅的胖经理 急忙皱眉端起一杯温水 殷勤地 捧给马二代喝 并充满敌意 冷瞥了林帆一眼 胖经理 暗骂林帆这个毒蛇穷小子 今天要彻底搅黄自己的大单生意了 他心中不愤 想让寿楼处的保安 直接把林帆和表妹打出门去 却被马坤瞪眼制止了 马坤喝了几口水 润了润喉咙 这才能勉强发出嘶哑的声音 对胖经理吼叫道 你他妈别管 我的人马就要到了 继而 羞怒交织的马二代 远远指着林帆 气得面部扭曲吼骂道 姓林的 你一个孤儿院出身的农村穷学生 也有脸在小爷面前装逼耍横 还敢往我嘴里 说到这里 他也恶心地连连和Tui 拼命清理了几下口腔 这才接着跺脚吼骂起来 还一边骂 一边忍不住向林帆逼近 还他妈仗着自己有点伸手 就狂上天了是吧 给小爷等着 大家也都睁大眼睛看着 等我的人来到 看你是怎么被扒皮 不带他阴冷吼骂完 林帆就皱眉 露出一副厌恶的表情 嫌弃挥手道 后退 别溜我太监 满嘴喷着血沫子 向来了越是 呃不恶心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666 第99章 我买别墅之王 黄少马昆和前女友柳婷 此刻肺都要气炸了 马昆怒握着拳头暗骂 林帆这个爱装逼的香巴佬 简直无法无天啊 老子身为豪门阔哨 刚才记骂你几句 那是轻的 一会还要找人 来奏到你跪地哭喊 一雪前耻呢 你他妈居然敢往我嘴里吐口水 还把本少和柳婷 骂了个狗血喷头 但他们知道 自己远远打骂不过林帆 于是 两人就在寿楼经理的谄媚劝说下 浑身发颤 坐到了贵宾区的沙发上 马昆和柳婷 面色泛白 口喘粗气 用赤红的怒眼 瞪着林帆和王蒙蒙 他们在望眼欲穿的 等援兵到来 把林帆收拾个半死不活 这时 林帆忽然接到了中州银行 杨伟建行长的电话 林兄弟 不说咱那位表妹 今天来银行总部报到吗 我怎么还没等到人 林帆正想知走萌吗 免得让他看到 接下来的血腥一幕 于是对杨行长说 已经到中州了 你派司机来接一下吧 他对这边不熟 问清了位置 杨行长欣喜应成 选购别墅的贵宾厅那边 胖经理在巧声劝说 阔绍马坤和柳婷 马绍 柳小姐 您二位暂且息怒 既然咱已经找人来收拾那件嘴 香巴老了 好饭不怕等吗 继而眼珠子一转 扶了扶眼镜 胖脸上又堆满了些没笑意道 要不 咱接着选购别墅 先用实力 狠狠打那穷小子和村姑的脸去 他可不想节外生枝 错过了阔绍 这笔能挣几十万佣金的销售大单啊 马大少咬牙切齿冷哼一声 牵着柳婷的小手 从沙发上坐了起来 胖经理劝说得对 好饭不怕等 他们就要一边喜提大别墅 把林帆的穷脸打肿 一边等那个暗组织过来 直接弄残废这个狂妄无知的眼中钉 于是 两人冷冷瞥了一眼林帆和表妹 就转身跟着胖经理 去挑选他们的豪奢婚房了 围观者低声议论着 切切地对林帆 露出一丝幸灾乐祸的冷笑 无论是购房者 还是排长队林里面游的人 此刻都在等着看好些 这个嘴巴像涂了披霜的穷小子 刚才居然还敢怒怼大家 狗眼看人低 堪一识人 那是我们多年积累下的生活经验好吧 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像霸佬 一会儿就等着被那中州豪门阔哨 收拾的跪地求饶吧 见别墅区的寿楼经理 亲自接待马大少 而且点头哈腰 一脸恭敬 别的寿楼人员 也只是冷瞥了自己一眼 就开始接待 他们各自的客户 林帆和表妹 居然被晾在了销售大厅中 她不禁皱眉 冷然开口道 我们也要 买一幢花园泳士别墅 你们是聋了 还是钱多烧的 连生意都不做了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五百 扑吃 忍俊不惊的冷笑声 响成一片 胖经理见林帆还想搅局 顿时面色一沉 鼻沉喝道 对不起 我们云顶国际 不欢迎你这样没素质的客户 现在 请你们到门外等着挨打吧 说着 他还给保安们使了个眼色 意在让他们牢牢盯紧林帆 等着马大少找到猛人赶到 让双方在外面打斗 以免把寿楼中心 富力堂皇的大厅 弄得一片狼藉 林帆听了目光一领 皱眉冷撇着胖经理 淡然鸡骂道 瞧我这眼神 刚才还差点 把你当的人看了 身为别墅区销售经理 原来你也是一只 势力的井底癞蛤蟆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666 你他妈妈谁不是人呢 保安 胖经理勃然大怒 这时 云顶国际寿楼部 那个金牌女销售员 却在接待完一个客户后 立即微笑着 来到林帆身边 她先冲林帆寒笑点了点头 又转脸劝说顶头上司 胡经理 不管怎么说 来云顶的都是我们客户 别伤了何解 我带这位先生看看房吧 胖经理气得直瞪眼 这个在公司里 以正直著称的小娘们 还是没一点眼力价啊 她当即怒斥女下属 你是经理 还是我是经理 还给老子上起课来了 你特么什么样的 香巴佬都接待 就不怕拉低了 我们云顶国际的身价吗 不料 那个27、8岁的 金牌销售少妇 面对上司的威逼 并不示弱 抱歉胡经理 我从不会把客户 分为369等 显然对上司早已不满的她 不卑不肯回道 说完 就引着林帆和表妹 来到沙盘展示厅 看起了房子 她的同事们 顿时巧声热议起来 张姐不愧是销售之王 连这样的刁民图老帽都接待 真不开眼 拿提成拿上瘾了吧 还真不怕胡经理给她小鞋穿 就那狂妄穷鬼 今天不被马大哨打死就万幸了 她能拿上那货的销售提成才管 林帆刚要开口为张女士点个赞 却见她皱眉 附在自己耳边巧声道 先生 你逗不过那个豪门恶哨的 两位赶快走吧 林帆心中微微一暖 又勾唇露出一抹自信笑容 轻声回道 不怕 我绰号叫恶哨克星 一会你就知道兄弟的厉害了 说完 她又大手一挥朗声道 我看的是别墅 不是普通楼盘 哦对 就要你们云顶最豪华的别墅之王 还别墅之王 众人皱眉瞪大了惊叉的双眼 看神经病似的 纷纷对林帆侧目而视 他们一个个面露冷笑嘟囔着 眼中的鼻翼之色更浓了 柳婷挽着马大哨的胳膊 正在另一边的贵宾展厅 看别墅沙盘 闻此顿时冷笑出声 不怕 就他 还要别墅之王呢 见过不要脸的 就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马坤轻轻碰了他一下 低声说 先别理他 老子一会就让那穷鬼孤儿装逼犯 跪地哭求咱们 他们虽已经知道 林帆前几天救了顾雪岩的女儿 但马坤猜测 听说目前博亚集团也资金短缺 那美女总裁 顶多给林帆的几百万筹金 就很够意思了 区区几百万 在云顶国际别墅区 算个屁啊 人家最小的别墅 都售价两三千万 更别说动辄上一的豪奢别墅王了 所以他和柳婷都认定 林帆又在吹牛装逼 见自己召集的人马还没到 这时马坤又掏出手机 不耐烦地巧声催促 接通电话说了几句后 他却瞪大了眼睛 激动地浑身微颤起来 第100章 有趣的灵魂看不上你 马坤打通案组织的电话后 刚催促了几句 就低声惊呼起来 啊 你们在等中州霸王卿 亲自出场 那太好了 马大少知道 有那位神级人物出场 今天林帆死定了 此刻 见林帆竟提出要买别墅之王 胖经理忍不住笑喷 不 小子 诺诺 那一幢独立大别墅 就是我们云顶山庄的别墅之王 售价1.2亿 赶紧让小张给你好好介绍介绍吧 他的同事们也是一片哄笑 妈的 连家资几十亿的马大少 今天才敢看几千万的云顶11号别墅啊 你探娘一个孤儿院走出的香巴佬 开口就要 我们的别墅之王 当买大白菜呢 林帆撇嘴鄙视了他们一眼 就转头漫不经心的 听女销售介绍王牌别墅 林先生 这幢云顶山庄1号 就是我们这里的别墅之王了 他一山灵魂而见 占地3000平方米 共有三层27个房间 而且 请了国内一流的设计师 进行精装 带花园泳池停机瓶 后期我们云顶物业 还可以帮您安排飞庸 园丁 林帆微微皱眉 露出一个不太满意的表情 伸手制止道 这一带的别墅 我都了解过 既然没有太满意的 那就先买它吧 哦 众人齐刷刷瞪大眼睛 看向林帆 惊掉一地下巴 这小子 真是把牛皮吹得清新脱俗啊 一个多亿的大豪宅 他还不甚满意的淡淡说 那就先买它吧 要知道这笔巨款 都够普通人在中州 买上几十套大房子 顶一个工薪族 正一千多年了呀 马坤 柳婷 胖经理等人 更是忍不住棱眼鄙视着林帆 又扭头 瞅瞅窗外的天空 雷呢 咋不 当场把这个爱装逼的香巴喽 给咔嚓一下劈死 善良的金牌女销售 见林帆已经淡然掏出了银行卡 不由吓了一跳 难道这个穿着朴素的小伙子 刚才不是在演戏期那阔哨和刻薄美女 林先生 您 你还没看线房呢 他善意提醒道 林帆云淡风轻道 不用 就冲你的人品 这套别墅我全款要了 啊 一片惊呼之后 全场陷入死一般的寂静 大家瞪着万分惊异的眼睛 难以置信地望向林帆 马坤 柳婷 胖经理等人 更是病住了呼吸 表妹王萌萌 拽了拽林帆的胳膊 瞪着美目低声惊问道 帆哥 你是认真的吗 林帆没理他 一边签合同刷卡转账 一边转头对马坤等人 冷淡比一道 瞧你们那没见过世面的香巴老样 一个多亿而已 至于紧张成这样吗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555 几人面色一沉 暂不还击 只等着林帆装逼失败 全场之人对他一片哄笑和鸡骂 但接下来 却听那位金牌女销售惊喜道 1.2亿购房款 已到我们公司账户 恭贺林先生 喜提全中州最顶级的别墅之王 死 全场顿时响起一片到抽凉气的声音 扑通扑通 柳婷和马大少更惊得浑身一颤 双腿发软 当场摊坐到地上 胖经理的眼珠子都要滚出来了 同样浑身一软的他 双手强撑着沙盘边沿 才没有当场金啪到地上 精彩的脸色 却像地上的马坤柳婷一样 都变得红一阵 黑一阵 白一阵 像在玩穿剧变脸 几人和那些鸡骂过林帆是穷鬼的围观者一样 都感到脸上火辣辣的 并听到了啪啪啪的清脆打脸声 他们自以为是的骄傲脸庞 仿佛在片刻间被打成了猪头 柳婷和马坤 转头瞅瞅云顶十一号小别墅的模型 没有泳池和停机坪 面积仅是临帆豪宅的三分之一 在望望人家的云顶一号别墅之王 花园泳池停机坪一应俱全 宽敞的大院落 豪奢气派 而且 他衣衫棒壶 推开大落地窗就能保揽美景 呼吸最清新的空气 柳婷心里明白 豪门马家并非给儿子买不起亿万豪宅 只是 他父母瞧不上自己 所以才只给马坤和他三千多万婚房预算 而且 这套小别墅的房产证上 还不能数他柳婷的名字 自己到底算什么 不过是他们豪门家族 争夺家产的一个工具而已 等马大哨从家族企业中 争得更多股权 就会给点小钱 一脚把自己踢开 想到这些 前所未有的痛苦 失落和屈辱 一瞬间 涌满了拜金女柳婷的胸腔 人比人得死 货比货得扔 现在有林帆的云顶一号大别墅做参照 他和马坤之前 相中的十一号小别墅 突然变成了一个 可怜而卑微的笑话 自己又一次败给了林帆 这个从孤儿院走出的香巴老 柳婷摊坐在地上 突然红着眼眶 恶狠狠地瞪着马大哨发起风来 马坤 我不要 姑奶奶不要你的小破别墅了 连他一个穷小子 都能不眨眼睛 喜提亿万别墅之王了 你 还有你们所谓的豪门马家 却让我受这样的屈辱 早已恼羞成怒的马坤 转头瞪着这个绿茶表 咬牙咆哮道 爱要不要 臭娘们 想住一点二亿的别墅之王 你也得配得上啊 刚才那小子都说了 你和他在一起时 才六块钱一次 凭什么到我这里 就翻了千倍万倍 当老子 是冤大头吗 听到两人的争吵 胖经理也扑通一声 跌走到地上 他目光呆滞地 看向那位金牌女下属 无神的眸光中 突然涌满了忌恨和懊恼 一点二亿的别墅之王 就这样被他轻松卖掉了 转眼之间 这娘们就赚到 两三百万的销售提成了 而自己因为有眼无珠 刚才居然不接待 穷小子打扮的林财神 甚至还吼骂着 让人家滚出去等着挨打 并转头狂填起了 马大少和柳亭 结果 他们连小别墅也不要了 草你们大呀 不光让老子错过两三百万 现在连几十万提成也黄了 胖经理面部肌肉狂抽 心在滴血 这时 林凡把合同和豪宅钥匙 扔给了表妹 转头往他们伤口上 洒起了盐 先是冷贴着地上的柳亭 皱眉笔一道 女人要么有美貌 要么有智慧 你特么两者不战 人能好点吗 哪来的勇气一见面就鸡骂 我和表妹 还我一个孤儿穷鬼 就是来这免费铃里面游的 脸疼吗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555 总积分十八万两千八百零五 名目前拥有七个惊喜箱 林凡又踢了一脚地上的马坤 冷然对道 以为自己是阔少就了不起 优越感爆棚 事实上呢 花老爹的钱到底真硬气吧 好看的皮囊你玩不起 有趣的灵魂看不上你 先照照镜子 瞅瞅自己是什么货色吧 孙贼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666 就在这时 云顶国际大门外突然开来几辆高大霸气的越野车 看到从中下来三十多个冷酷的黑衣硬汉 狂少马坤当即从地上爬起来 他突然目露惊芒 喃喃骂道 披你零杂碎的雷 终于到了 第101章 太监开路 逼格更高 见一众强悍救兵 总算赶到了 马大少的嚣张气焰重归于身 他目露惊芒从地上爬起来 面色阴冷的喃喃道 披你零杂碎的雷 终于到了 临翻看都不看外面那几辆越野车 和马坤搬来的三十多个猛人一眼 只是朝马少撇撇嘴 十分冷淡道 老子属太阳的 所到之处晴空万里 劈我的雷 这辈子你都等不来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五百 马坤扬天长笑 此刻他知道 临翻马上要玩完 顿时变得狂霸无品 哈哈 都他妈死到临头了 你还敢狂 还有心思耍剑嘴 别以为老子不知道 你个穷逼姑儿 不就是救了顾总裁的女儿 拿到些巨额回报吗 在我和柳婷面前 装个急巴装 啪 临翻一巴掌 将马大少拍翻在地 又把手插回裤兜 摇头撇嘴道 总是要等到我动手 你才想起 老子文武双全 真是光长脾气 不长记性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六百 啊 死 好 你他妈今天必须死 马坤倒地捂着脸上的携手印 疼得呲牙咧嘴 却依然嚣张 柳婷和胖经理 以及云顶国际寿楼处的所有人 此刻都惊呆了 大家目录惊恶望着临翻 都在想同一个问题 这神好小子 到底是有什么强硬靠山 还是脑子有病啊 马大少召来的几十个恶汉 还有他们背后那个 令人闻风丧胆的霸王 马上就足以虐死 他上百次了 这小子直到现在 竟还没有露出一丝巨色 要说他有顾清城那位 豪门千金荡靠山吧 却不见这家伙叫人啊 太不科学了 而令全场之人 感到更不科学的是 从门外那几辆高大越野车上 冲下来的三十多个冷面黑衣人 此刻只是在云顶国际门外 备手低头 肃力成两排 却并未进来一个人 其中那个额头刺青的铁塔壮汉 马坤认识 以前马大少也曾花钱 雇这个道上猛人 替自己做过断人手脚的坏事 被林帆拍翻的马坤 这时从地上艰难爬起来 指着那铁塔壮汉怒声问道 你们还不快进来 把这小子给我弄死弄残 处在外面当迎兵呢 那个暗组织血煞的高手壮汉 却冲着豪门阔哨 老主顾面带歉意地尬笑道 嘿嘿 稍等一下马少 我们再等霸王他老人家 寿楼大厅内 但凡听说过中州霸王名号的人 闻此都吓得浑身猛一颤 脸上骤然变色 马坤听了转怒为喜 看到众人的表情 更是一脸嘚瑟 那铁塔壮汉果然说到做到啊 今天还真将传说中的霸王老大 给请了过来 自己许诺的二百万佣金 算是花得超值了 马大少冲铁塔壮汉 满意地点点头 又转身冷冷逼试着林帆 嘴角浮起阴毒的笑意 傲然道 姓林的 你特么也算有点武技的人 但我看你这一脸平静的装逼表情 是不是连霸王他老人家的威名都没听过 林帆比一撇嘴 淡然道 我管你那老人家是霸王还是王八 来一个拍飞一个 来两个让他们双飞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666 站在林帆身边的表妹王萌萌 和善良的金牌女寿楼园 这时都面露惊恐地皱眉劝她 让林帆赶紧从后门逃跑 林帆面露戏谑笑意安慰良女 跑是不可能跑的 又不是打不过 等会就欣赏一下我的秃狗大法吧 听到她的狂言 寿楼部里那些听说过霸王赫赫威名的人 早已吓得面色煞白 这小子真是无知者无畏啊 听说那个霸王 厉害得吓死个人 是啊 据说前几天 霸王大人单枪匹马 就挑翻了整个血煞组织 嘶 这么恐怖吗 血煞可是有一百多号亡命之徒的 听到大家的低声议论 马昆脸上的神色更得意了 他目光阴冷地瞥向林帆 嘴角浮现浓浓的鄙 哈哈 听到了吗小子 就你这没开过眼界的香巴佬 我估计你根本不知道霸王大人的厉害 那本少就简单介绍一下 马大少背着双手 狐假虎威地朗声道 霸王他老人家轻轻一拳 就轰穿了之前那个血煞老大的腹部 送他去见了阎王 又打得上百号杀人不眨眼的血煞成员 深深蛰伏 敢拜他为新老大 死 众人听了 纷纷倒抽凉气 连柳婷也吓得郊躯微颤起来 轻轻一拳轰穿暗组织首领的肚子 那是个什么样的狠人啊 但柳婷冷然瞥向林帆的目光中 却透着一丝即将复仇的快意和幸灾乐火 仗着有身手 又有美女总裁顾雪岩的财力支持 你个孤儿香巴佬建议勇为一次 尾巴就翘上天了 先是打残墨天语 今天又抽马大少尔光 还把老娘骂得睁不开眼 呵呵 一会我倒要亲眼看看 你个零杂碎 是怎么被那个残暴霸王 给打成植物人的 听完马坤目录狠立的介绍 林帆还是一脸平静 他勾起一抹玩味笑意 微微点头 配合狂哨装逼道 哦 马二代的意思是 现在的霸王大人 就是那个牛逼暗组织血沙的新任CEO 马坤傲然冷笑道 呵呵 是不是快吓尿了香巴佬 如果你现在跪下来 不等他威胁完 林帆却又淡然补充道 但 不管那个霸王是谁 你马完库 还是马完库 你爹仍然是你爹 无论何时何地 你始终经不住老子稍重的一巴掌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555 说着 林帆果真扬起了巴掌 当即把马坤吓得一边后退 一边大吼大叫 快来人 别等霸王大人了 但就在这时 那三十多个黑衣大汉 目录近卫 簇拥着一个西装革履的墨镜男 走了进来 先前那个额头刺青的铁塔壮汉 走在最前面 沉声喊了句 霸王大人道 顿时吓得全场之人双腿发软 一个个连大气都不敢喘 林帆却眉头一皱 对霸王冷冷讥讽道 你应该配个拿扶沉的太监开路 逼格更高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500 总积分186292 第102章 我先踹飞你 再给你道歉 听到林帆对霸王大人的冷讥热讽 全场之人瞪大了眼睛 顿感头皮一马 这小子 还真是不要命了 令人闻之色变的中周霸王 他居然都敢挑衅 但令马昆和大家都完没料到的是 传说中 单挑一个魔鬼暗组织 还把人家老大一拳轰杀的无敌高手 霸王他老人家 长相却一点都不老 甚至还挺年轻鹦鹉 马二代目录兴奋打量着 这位神级人物 又转脸一指零番 英读催促道 霸王大人 快 把那个灵砸碎给我弄残废 刚才他连凝斗杆 不料 马昆的号令尚未发完 却见霸王静止朝他走去 下一刻 霸王大人经迅急抓住 马绍伸出来的那条手臂 咔嚓砰 直接把他二百斤重的身体 凌空甩飞到了寿楼大厅远处 重重摔落在地时 马昆的那条胳膊已经被拧断 扑 他痛苦扭曲着身子 吐出一口鲜血 撕心裂肺嚎叫起来 哎呀 草啊 错了 我让你弄残的是他 全场的人目瞪口呆 柳婷和那个胖经理 更是下滩了 死 这是什么情况 霸王大人竟然敌我不分 上来先把雇主的手臂弄断了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幕 更把众人惊得魂不附体 只见霸扔掉了脸上的墨镜 神情肃穆地走到林帆面前 扑通 他竟然当场跪倒在地 口里无比敬畏地喊道 师父 我来保护您老人家了 林帆吃笑一声 转过头去撇了撇嘴 淡淡道 切 我用你个猪头保护 啊 全场之人再次瞠目结舌 在外面威风扒面的霸王 不光跪拜那小子喊恩施 还被他一脸不屑地骂为猪头 卧躁 这年轻人也太牛逼了吧 目睹这逆天一幕 不光狂哨马昆和围观者吓傻了 柳婷 胖经理 表妹王萌萌 金牌女兽楼园等人 也全都瞪圆了难以置信的双眼 更让大家震撼的是 剑霸王贵福在地 虔诚地喊林帆师父 他带来那三十多个面目冷酷的黑衣大汉 也齐刷刷贵岛一片 嘴里无比敬畏的大汉 拜见掌门师爷 对这位大名鼎鼎的师爷 他们打心眼里万分敬目 因为令他们崇拜不已的武神师父 朱灰飞 那个一人挑翻了邪恶暗组织血沙 一拳轰杀他们前老大的无敌猛人 却曾目露敬仰的自称 他还远不如自己恩师林帆武计的一两成 所以这位年轻师爷就更加深不可测了 又是掌门又是师爷的 搞得林帆有点小尴尬 毕竟眼前这帮硬汉孙子 比自己年龄都大许多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 他微微点头挥了挥手 将霸王的几十名手下都赶了出去 并暗骂猪头 你这兴师动众的 会影响人家云顶国际的生意啊 贵岛在林帆脚下的所谓霸王 自然是他的大弟子朱灰飞 那个因为被林帆随手赏了一张出街武计卷轴 而逆天改命的前货是武馆弟子 从这猪头戴着墨镜刚一出现 林帆就认出了他 所以才鸡骂这小子还学会摆谱了 咋不找个太监开路 事实上 朱会飞已经赶到有一会儿了 他在云顶大门外 愁出了又愁出 不知道这样率军来参拜师父 会不会惹得他老人家不高兴 但今天都和师父偶遇了 不拜见说不过去啊 所以才硬着头皮过来打招呼 此刻 已经快腾昏过去的阔少马坤 转头惊骇地望着朱灰飞 颤声问道 霸王大 您怎么会认识 他 朱灰飞面色一沉 转头对马坤冷喝道 闭嘴 早在你催促我手下火速赶来这里 弄死一个姓林的年轻高手时 老子就怀疑 你的敌人应该是我师父了 所以才更过来确认一下 你以为我堂堂中州霸王 真是你这顽固能请得动的 说完又老脸一红 面带愧色 对着师父挠了挠头 破 万分震惊的马大哨 又吐出一口鲜血 手捂着断臂 痛得咬牙吸气 轻筋抱起 柳婷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帮他打了120 林帆正要找个僻静处 严厉质问朱灰飞 轰杀案组织头目 并收罗一帮前血煞成员 意欲合围 却见中州银行行长杨伟健 带着秘书和云顶国际的老总 匆匆赶来 林兄弟 我亲自来接咱表妹 回银行总部报道 哦对了 刚才在电话里听说 你来云顶国际买房子 我就把梁总也叫了过来 让他给兄弟打个有利的折扣 杨行长谦攻的低头伸出双手 与林帆紧握着 满脸堆笑道 云顶国际老总也摆出了同样的姿态 与林帆热情打招呼 刚才这位梁总正在中州银行求见杨伟健 跑云顶公司贷款的事 杨行长听说林帆和表妹 在云顶国际买别墅 就直接带梁总赶了过来 路上他还向梁总介绍了林帆 并称他是影视豪门的百亿少主 当然这个身份是杨行长猜测的 若不然 一个二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 怎么会坐拥百亿巨资 因为有九个亿在他银行存着 林帆随口吹的那个百亿牛皮 杨行长至今深信不疑 看到自家老总和银行大佬一起现身 俩人还对林帆表现得十分千功热情 先前那个鸡骂过林帆的胖经理 顿时吓得面色发白 冷汗直冒 梁梁总 您来了 他硬着头皮上前打招呼 身子却不受控制的颤抖 云顶老总转头瞥了他一眼 皱眉问道 胡经理你怎么回事 不舒服 这时 林帆的表妹王萌萌 忍不住向梁总汇报了他下属的恶行 你们这个经理狗眼看人爹 刚才还帮那恶少和刻薄女人欺负表哥和我呢 他骂我们是穷鬼相巴佬 还说云顶国际不欢迎我们这样的客户 让我俩滚出去等着挨打 了解事情的经过后 梁总和洋行长又惊又木 胖经理吓得脸色骤变 双腿发软 当即向他们公身道歉 对不起这位美女 对不起林先生 都怪我有眼不识太傻啊 林帆撇了撇嘴 冷声对道 那我先一脚踹飞 你个视力眼 再给你说 对不起行不行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 456 得知洋行长都要巴结的神秘贵人林帆 竟在自家寿楼处 受了这样的窝囊气 梁总当场指着胖经理说 去财务部多领俩月工资 算对你的补偿 辞职滚蛋吧 不要啊 梁总 我 胖经理试图为自己求情 却被上司喊来保安 直接嫁了出去 不开眼的东西 竟敢得罪洋行长的神豪小老弟 不知道 老子为了找中州银行求贷款 都快跑断腿了 随后 梁总又低头 亲自向林帆赔不试 并说 要退还一部分购房款 给他那套别墅之王打九折 最后才诚恳征求林帆的意见 不知我这样处理 林先生感觉满意吗 林帆微笑点头 云淡风轻道 挺好的梁总 但贵公司在人事安排上有瑕疵 今天我也想给你引荐一位神人 第103章 威名赫赫正到门 听说林帆要给自己引荐一位神人 云顶国际房产公司的老总 面露一丝亚然含笑道 好啊 林先生 那位神人是 林帆转头一指 那位善良的金牌女销售 淡然道 还是你们公司的人 我看梁总是个讲法分明的领导 才帮你举荐一下他 女销售员张女士 和云顶老总 听了这话 都目入惊讶 林帆望着张女士微微一笑 与其众肯推荐道 相比刚才那个被梁总开除的失利胖经理 我倒很欣赏这位女士 她工作热情 能力突出 最重要的是 能对客户一视同仁 阔绍和百姓 都能敬业接待 梁总听了 含笑点点头 回忆道 林先生慧眼识珠啊 那就让他升任 云顶国际别墅区的销售经理 那位善良的金牌女销售员 不禁感动地红了眼眶 真诚地向林帆和老总鞠躬致谢 平时在寿楼中心工作的他 因性格正直 一向和那个胖经理 上司不对付 没少被那家伙刁难 张女士做梦都想不到 今天只因他不顾上司的威逼 以及同事们的白眼和饥讽 顶着压力 含笑接待了穿着普通的林帆 和他表妹王蒙蒙 结果不仅迅速迈出了 那套1.2亿的别墅之王 能拿到两三百万提成 还在转眼间升职加薪 顶贴了那个被炒鱿鱼的 视力胖经理的位置 张女士感动地流出了热泪 来到林帆面前 躬身动容道 谢谢你林先生 你的恩情小女子 铭记在心 林帆挥挥手不经一道 这算奶门子恩情 善良有为的人 本来就该升职加薪 否则就是大领导脑子里灌了江湖 恭喜宿主 获得毒舌积分520 梁总听了老脸一红 低头尬笑道 是是 林先生指点的对 都怪我对下属的品质和能力观察不够 以后会多多上心 看到这皆大欢喜的结局 洋行长也连连点头 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但目睹此目 满脸通红的柳婷 却感到面颊火辣辣的 恨不得立即找个地方钻进去 曾被自己一脚踢开的前男友林帆 这个刚才还被他和马坤 击骂为孤儿穷鬼的人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神秘人物 今天不但很随意的 像买菜一样 喜提了那套亿万大别墅 现在连中州银行大佬 和云顶国际的老总 都对他小子毕恭毕敬 这还是自己眼中那个穷逼香巴佬吗 他涂抹着鲜艳口红的唇角 不禁疯狂抽动着 心里勇满了惊疑 挫败和羞怒 被霸王拧断了右臂的狂哨马坤 此刻更是丝丝的猛抽着凉气 震惊的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 令人闻风丧胆的中州霸王 这个自己故来弄残林番的无敌高手 居然是零杂碎的弟子 而且这个锅儿的人脉 甚至超越了自己 牛逼轰轰的豪门老爸 连银行行长和云顶国际老总 都对他如此恭敬 刚才还叫骂着 要搞死搞残林番的马大哨 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 他咬牙怒视着仇人 痛苦扭曲的灰暗脸庞上 不满了颓丧 下一刻 见柳婷扶着顽固扩哨 灰溜溜的离去 林番目录彼仪 送给他们一句忠告 以后长点心吧 再拼了命的努力和我斗 也只能一次次证明自己不行 有劲吗 失败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你们这俩蠢货 还一直相信这句话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688 俩人听了浑身一颤 险些栽倒在地 他们面带怨怒地转过头来 对林番英氏囊固了一眼 就步履亮呛 走向了120救护车 去医院给马大哨接断臂了 这时 杨行长对王萌萌伸出双手 微笑道 这位就是表妹吧 早已经对表哥 惊为天然的萌萌 愣了片刻才回过神来 受宠若惊地红着脸 和行长握了握手 杨长行点头赞叹道 好 一看就是和林兄弟一样 朴素低调 深藏不露的财女啊 表妹能放弃海外的高薪职位 来我行任财务副总监 那是中州银行的荣光 王萌萌柳眉青醋 一脸猛逼 林番淡淡挥手道 萌萌 去跟着洋行长办理入职手续吧 以后好好表现 告别了众人 林番独自步行到一个偏僻路段 弟子朱辉妃 怯怯的远远跟着他 朱辉妃的身后 又有他徒弟们那几辆越野车 怯怯的远远跟着他 见四下无人 林番才目光一领 盯着大弟子冷然开口 霸王大人 你轰杀血沙老大 还收编了他的暗组织 想做地下世界霸主 朱辉妃一见师傅动了怒气 当场下的扑通跪地 磕头汇报道 是 不是 师傅 这里面有点误缓 通过朱辉妃的讲述 林番才明白 这祸之所以一拳轰杀了血沙老大 是因为那人的手下小弟 在饭店喝酒时 调戏了朱辉妃的妹妹 还要拉着女孩去开房 怒不可遏的朱辉妃 就找到那个令老百姓闻风丧胆的血沙组织 先弄残了那个色狼大混子 又击败他上边的领导干部 一层层打个通关 直到单枪匹马挑翻了整个血沙组织 而且最后 他还痛杀了那个有着东岛血统 并与岛国治安组织局刀社 暗中有勾结的血沙老大 当时他对我痛下杀手 弟子也是迫不得已 加上对东岛人向来仇恨 劲儿用猛了朱辉妃神色发紧的弱弱禀报 临翻面无表情问道 所以你取而代之 统领血沙残部继续作恶 不不不 朱辉妃连连摇头 并从地上爬起来 朝廷在远处的那几辆越野车招了招手 他带来的那三十多名黑衣硬汉手下 当即奔了过来 又齐刷刷分成三列 站在师父和师爷面前 训练有素的他们 此刻向等待首长检阅的裂兵 血沙组织覆灭后 现在你们是什么门派的人 朱辉妃严肃问弟子们 正道门 三十多个猛男吼声震天 我们的誓言是什么 朱辉妃狠装逼的副手昂头 淡淡问道 不惧强恶 剔弱者出头伸张正义 以生命和热血症忠义之道 几十道浑厚的男生 震耳欲聋 事实上 这些人不仅包括前血沙成员 也有朱辉妃 从霍氏武馆教练手上 要来的同门师兄弟 他要带领大家 做一番大事 光要正道门 啊 这猪头弟子 要把自己那天 给他随口扯的正道之门 玩大发啊 临翻皱眉撇了下嘴 又冷眼一瞥 那个额头刺青的铁塔壮汉 陈生问道 今天马大少给你打电话 本是想雇你们来搞惨我吧 第104章 这水货评委 有毒吧 那刺青大汉当即跪趴到地上 万分敬畏地磕头道 回师祖 在师父高觉 武技的教训下 我已经痛改前非 绝不会为恶少所用 刚才我之所先答应马昆 并率队前来 是按师父受益 看那大少是不是又在做什么恶 见临翻面无表情 那货又面露惊慌补充道 师祖 您千万别以为有刺青的 都是流氓恶徒啊 徒孙真从良了 临翻微微点头 淡然道 爷爷明白 岳飞也有纹身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 588 继而又目光一领 冷淡扫尸着这帮硬汉孙子 沉声道 好人成佛 需要九九八十一难 坏人只需要放下屠刀 那太便宜 你们这帮屠孙了 以前作恶多端的你们 今后必须多行正义之事 为自己赎罪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 六百六十六 一瞬间 三十多个黑衣壮汉 齐齐跪地 山呼谨记师祖教会 临翻又转头 瞥了朱惠飞一眼 冷然讥讽道 我给你五百万资金 让你们创业 你搞了个正道门 以后准备发展上市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 588 总积分 19万零368 第八个惊喜相来脸 不料 朱惠飞黑黑一笑道 我们有创业公司的师父 正道门 只是另一层地下身份而已 而且 按照小魔女周小鱼的提议 我们还聘请了职业经理人 去管理生意 临翻这才舒展眉头 微微点了点头 转身去 识别三日 当刮目相看啊 这猪头有了金钱和武技 果然进步迅猛 连思想境界都骤然提升了 这时临翻忽然接到 顾雪岩的电话 美女总裁说 最近博雅传媒集团 刚推出一档 王牌歌舞秀 明星选秀节目 想请临翻 去当特约评委助阵 临翻听了咒眉道 不行顾总裁 我唱歌比哭都难听 跳舞更能把人下面摊 当评委 那就是个水货呀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 533 不料 顾雪岩却在电话那头娇笑道 哼哼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呀 毒蛇地很容易给咱们节目 制造轰动效应啊 我看好你 临翻把眼睛一翻 对着手机撇嘴对道 你们这些万恶的资本家 总想榨干我们打工仔身上的剩余价值 不过看在小洛洛的面子上 我就心下一软 从了她的漂亮妈妈吧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666 顾雪岩卫愣道 林帆你这是什么逻辑 我们这叫共创双赢好不好 博雅传媒大厦26楼演播大厅 到了约定的节目开场时间 林帆又戴上口罩 大马金刀坐到了评委席上 他面前的桌台上 放着一块写着毒蛇小林哥的名牌 刚一见到这个穿着平民衣服的年轻人 戴着口罩 伸着懒腰入场 台下的几千名现场观众 就已经哄堂大笑 另几位由省音乐学院教授 歌舞明星等大咖 组成的专业评委 则对林帆目录比仪 但观众里有不少林帆的粉丝 一眼就认出了他 哇 小林哥出手 天下我有 毒翻他们 嗯嗯 我就是冲着毒蛇地来的呀 更有人在台下浪唱道 等到录完节目后 林哥林哥你没走 签个名 在拉拉门的小手 几名专业评委 不知林帆在网上很火 转头皱眉瞥了他一眼 神情有些古怪 随着一段音乐响起 落落大方的男女主持人 上台啰嗦了一番 选秀节目 王牌歌舞秀 正式开始 第一个登台的是个帅气小鲜肉 影格台下女生阵阵尖叫 还很花痴地喊起了口号 昆昆加油 昆昆加油 我爱我昆 一唱风声 小帅哥台风很好 用的还是自己带来的大牌麦克风 显然 他已经在网上或者生活中小有名气 各位评委老师好 我叫蔡旭坤 我出生在一个特殊的家庭 爸爸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世了 我过了许多年寄人篱下的生活 每天都感到委屈落寞 是音乐给了我光 我从小就酷爱唱歌 我特别感谢我的奶奶 记得五六岁那年 几个评委和台下众多观众 这事都听得入了迷 动了情 有人甚至抹起了眼泪 但这并不意味着 他们没见识过努力卖苦情的选手 而是当这段话 从一个表演戏的小鲜肉口中说出后 你又在现场听着 就会情不自禁地觉得 特别真挚感人 蔡旭坤正站在台上 动情讲述自己的童年心酸故事 却冷不方听见一道沉冷的声音 响彻全场 停 这位选手 先请开始你的表演 获奖感言和回忆录 等成功之后再发表 林番微微皱眉 语气不耐道 老子的时间很宝贵知道吗 没功夫听你在这里卖苦情 搞煽情拉票 恭喜宿主 获得毒舌积分888 大家寻声望向林番 面露惊讶之色 这个戴口罩的年轻评委 虽然在演艺圈内 是个岌岌无名之辈 脾气倒还不小呢 不料 在网上被小粉丝们 宠坏了的蔡旭坤 也挺个性 她面露不悦撇了林番一眼 强装客气问道 我不明白这位 年轻评委老师的意思 我的个人介绍 也要等到成功之后 才可以说吗 林番淡淡回道 看节目丹尼 是要唱歌 那就用歌声介绍自己 别裸里巴缩 浪费大家时间 等你成功了 放屁都有道理 否则再有道理 也都是放屁 恭喜宿主 获得毒舌积分1000 台下顿时笑喷一片 更有昆昆的女粉丝们 对林番怒目而示 草 这家伙 嘴巴也太毒了吧 从哪冒出来的野路子评委啊 说话这么损 回头我们人肉他 林番的粉丝不乐意了 朝他们翻翻眼皮冷然道 哼哼 你们怕是 没领略过毒舌小林哥的犀利吧 这才只是开始呢 这一刻 那几名正经微作的专业评委 也不禁拧眉弯了林番一眼 暗骂这小子 说话好没素质 蔡旭坤背对的俊眉脸庞一红 皱眉白了林番一眼 开始唱歌 我左手握大地 右手握着天 啊 没唱两句 已经破了嗓的蔡旭坤 就令评委们纷纷皱眉 林番更是果断拍下评委席上的叫停红灯 但没想到 个性不羁的蔡鲜肉 却充耳不闻 仍然在台上继续展示他刺耳的破罗嗓 林番皱眉 对着话筒冷淡道 再敢唱一句 我把这支笔 甩进你那张破嘴里去 说话间 他还真抓起了评委席上的一支签字笔 恭喜宿主 获得毒舌积分999 蔡旭坤修长的身子微微一颤 立马收声 撅起泛红的嘴唇 瞪着林番 静 可容那七八千人的演播大厅里 一瞬间静的落针可闻 音乐学院那个老评委 不知和这鲜肉有亲戚 还是怎么回事 他皱眉瞥了林番一眼 又对着台上的选手打破尴尬道 旭坤 老师有一说一 这首 左手指乐 不适合你的嗓音 但你的人生经历感动了我 希望下次换一首低柔抒情的曲目 我先给你过 碰 他大手一拍 就给蔡旭坤点亮了台上的那盏绿灯 谢谢老师 蔡旭坤十分激动 历史鞠躬致谢 林番皱眉摇了摇头 苦笑开口 多好的一首歌 被你糟蹋成了折磨人的新手段 脑子进水才会给你过 听你唱歌 我特么想打人 呃 台下一片哗然 这小子有病吗 哪来的垃圾水货评委 敢这么侮辱我昆昆 小林哥有毒吧 大爱大爱 哈哈 第105章 你穿得清凉 长得败火 多好的一首歌 被你糟蹋成了折磨人的新手段 脑子进水了 才会让你过关 听你唱歌 我特么想打人 林番的犀利毒贫 引起一片哗然 不光台下蔡旭坤的粉丝们 群情激愤 林番身边 那个音乐学院的50多岁老教授 更气得面色阴沉 他几次转头瞪着林番 差点当场拍桌子发飙 你这寒酸小子什么意思 鸡骂本教授 脑子进水了 老子翻过的阅理书 比你看18辈子都多 台上的烂歌选手蔡旭坤 更是面色突变 脸上红一阵 黑一阵 他心里对林番这个 不知从奶冒出来的毒蛇评委 怨愤到了极点 但因为他的嗓音和唱功 实在不行 完全是靠小鲜肉的体型和颜值 才在网上圈了许多女粉丝 结果 另两名评委 也摇头给蔡旭坤按了红灯 小鲜肉不甘心 他拿着话筒红着脸 为自己争取机会 各位评委老师 我再换手 歌唱给你们听听吧 音乐教授是蔡旭坤同乡 因为私下收了人家的礼 就率先表态道 可以 旭坤你再来一段最拿手的 惊艳我们的耳朵 碍于老专家的情面 另两个女评委 虽然微微皱眉 却没有表示反对 林帆不干了 当即皱眉表态 你浪费这么多人的宝贵时间 已经很可耻了 还有脸折磨我和大家的耳朵 想唱 你就私下里去给这教授 唱个天翻地覆 反正他也听不出你那破罗嗓音 根本不适合唱歌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888 教授瞪眼转头 恼羞成怒道 你什么意思 我听不出他嗓音好坏 搞音乐 老子是专业的 本人拿过的音乐评论奖 比你这没素质的野小子 看过的书都多 见着理论派大师 牛皮轰轰的 从自己一入场 他就目录鄙夷 现在还对自己出言不逊 林帆心里更不爽了 他朝对方翻了翻眼皮 撇嘴赠送了一段华夏好段子 你牛你牛 国人当属你最牛 骑着母猪上月球 天下属你最能吹 喝酒用坑不用呗 从古到今你最能 半岁开始做乐评 牛逼轰轰老专家 诺贝儿奖等你拿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1100 牛人啊 看把那高傲老头对的 脸都灰了 毒蛇小哥不一巴 我他妈是真喜欢 听了林帆对音乐教授的随口而赞 台下一片哄笑和掌声 两名女评委也转头扑哧扑哧 忍俊不禁的眼嘴笑喷了 然而 身在现场的节目导演 不但没有跑过来劝阻 反而眼貌金光 王牌歌舞秀 刚开始录制不久 俩评委就在现场互掐起来了 而且 那个戴口罩的毒蛇小林哥 还出口成章 令大家不断暗爽 这绝对能制造热门话题 甚至上头条 让这档新节目 趁热爆红啊 教授评委气得咬牙瞪眼 他面色铁青怒视着林帆 抖唇骂道 你 你就是个没素质没文化的乡巴佬 这个音乐学院的教授 毕竟是今天四名评委中 唯一的学院派专家代表啊 平时无论到哪个选秀节目当评委 他都是趾高气扬 老气横丘 被人高高捧到天上的 但今天 却被个穿着随意的毛头小子评委 一个口无遮拦的无名之辈 给狠对了一顿 高傲专家 何曾受过这种气 但在两名女评委的劝说下 为了继续节目 他也只能气鼓鼓地赞压怒火 这时 台上的蔡旭坤还赖着不走 他对着话筒倔强道 唱歌是我的梦想 谁都阻止不了本人圆梦的脚步 林帆冷撇着他 淡淡回了句 对 梦想还是要有的 万一别人替你实现了呢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 1555 哈哈 卧槽 神转折啊 这个毒蛇评委太可恶了 妈的 一次次打击我困 就是 昆昆虽然唱歌一般 长得多帅啊 他这是忌妒 台下的观众和蔡旭坤粉丝 顿时一片哗然 纷纷赞叹和叫嚷起来 没想到 脾气很大的蔡旭坤 静气地当场在台上摔了话筒 又面色阴沉地 伸手一指林番 吼叫道 你他妈根本不懂音乐 还有你们那两个评委 我要投诉 还要让粉丝人肉你们 面对蔡旭坤恼羞成怒的威胁 林番只是朝他冷淡挥手道 那边滚 不送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888 见蔡鲜肉气氛不已 依旧站在台上 还敢拿他开过眼角的怒目瞪自己 林番又赠给了坤坤一段重肯评价 立即马上 拿好你的整容脸 下台哄你那帮无脑小迷妹去吧 就你那被上帝诅咒过的烂嗓子 把唱歌当成业余爱好吼吼 KTV就够缺德了 还有脸来折磨现场和电视机前观众们的耳朵 你的功德心和脑子一起被诸拱了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1666 总积分20万零566 您目前拥有9个万分惊喜箱 又一个大惊喜宝带来脸 见自己第20万分的额外大奖励到手 而且单笔积分又创新高 林帆心中暗喜 系统成不起我 看来随着自己毒蛇功灵的渐渐增长 那货出手越来越阔绰了 尤其是做大型节目时 听到林帆对菜鲜肉的毒瓶 台下又是一片哄笑 不少人眼泪都笑出来了 专家评委脸色阴沉 他浑身微颤着 转头冷贴林帆时 头上的假发套都快气掉了 同时却又感到无奈 蔡旭坤这个自己的小同乡 唱歌实在是真他妈不行啊 令两名女评委 这时悄悄向林帆投来一个赞赏的目光 就蔡旭坤那副破嗓子 和毫无感情的乱吼唱法 若不是身边这位专家教授 护送他入围 根本连海选都过不了好吧 这犀利小林哥 虽是乐评界的后生 却不怕得罪人 敢当众讲出他们不敢说的心里话 帅 蔡旭坤修奋离去 第二名参赛选手 是个白胖美少傅 身材略显臃肿的他 在欢快的阿三音乐中 扭腰抖臀出场 少傅穿着露奇小上装 黄色低腰裙 还有一条像有闪光亮片的臀部腰带 和一个故作神秘的面纱 阿K苦力喉牙喉奔 迪达鲁公嘎喉打黑 改白改红变欧牙拉叶 BIA里给水喉打黑 在那首欢腾悦耳的 新娘嫁人的新郎不是我 经典配乐中 少傅一曲令人尴尬的肚皮舞 总算跳完了 评委们都露出一个哭笑不得的表情 轻轻皱眉摇头 一个舞蹈明星评委 当场点评道 这位女士 你跳舞时 那股热情奔放的劲儿 已经出来了 但身体柔韧度还不够 需要多练习 另外踏准节拍 找准节奏 说实话 我觉得呢 林帆不想听他们一个个的长篇大论 浪费自己和大家的时间 于是淡然开口对了一句 看完你的肚皮舞 我才知道 女人的性感和露多少肉 一点关系都没有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一千 啊 被打断话的舞蹈明星女评委 也不禁促眉转头 对林帆怒目而示 这是哪个村里跑出来的狂小子 他不光看不惯学院派专家 连自己这个舞蹈大家 也敢不放在眼里 穿得清凉 长得败火 舞又跳得那么夺命 为了大家的安全 快下去吧 林帆一边按红灯 一边对台上的胖少妇 直言不回道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一千一百 少妇面色通红 瞥向林帆的目光中 透着怨怒 第106章 高老庄坠续品位 对林帆目录怨怒的美少妇 面色通红 冲他瞪眼道 另几位评委还没点评呢 你又不懂舞蹈 我不下台 王牌歌舞秀的晋级规则是 四位评委中 必须有三位都给了选手绿灯 才可以晋级 虽然林帆已经拍了红灯 少妇仍有晋级的希望 所以 他就站在台上 冷然撇着林帆 一副根本不把他那张 否决票当回事的架势 林帆只得又催促他一句 您不动的时候 其实还挺漂亮 但一舞动起来 就像个又蠢又傻的女人 白白好吗 以小林哥的耿直性格 行就行 不行就是不行 先虚伪地安慰人家一番 再给些所谓的鼓励 然后才按红灯 那么圆滑的手段 在自己这里不存在 鼓励一个根本不适合唱歌跳舞的人 去圆歌舞梦 那就是在浪费人家的生命 但那个老专家评委 却故意和林帆对着干 他砰一下 给美少傅暗亮了绿灯 还不怀好一点评道 这位漂亮女士 别听一个根本不懂音乐舞蹈的人 在这里瞎叨叨 其实你跳得不错 希望再接再厉 少傅感动的眼眶都红了 他当即冲着50多岁的专家评委 投来柔情似水的感激一瞥 又深深鞠躬致谢 林帆不爽了 这老家伙 显然是在宋女选手人情卖好 顺便再打一下自己的脸啊 还我不懂歌舞瞎叨叨 万一等会儿 我就变成了歌舞大师 你他妈心脏瘦得了不 林帆玩味一笑 撇着专家的头发道 难怪你发型这么奇怪 原来戴着假发套 都说秃顶的人聪明绝顶 可你咋就不开窍 让一个不合适跳舞的人 再接再厉 浪费生命和精力 这是居心不良的 引人误入歧途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1234 音乐教授勃然大怒 他拧没服了扶头上的假发套 又转头目录比翼弯着林帆 冷冽成吼道 本人是全场最权威的专家评委 你可没一个不知从奶冒出来的小 林帆根本不给他开骂机会 消耗大家的宝贵时间 而是迷眼露出一抹坏笑 对着话筒淡然道 说道专家教授 我这里有个感人小故事送给诸位 专家评委一愣 皱眉住了口 林帆扒开口罩喝了一口水 云淡风轻 讲述起了那个感人的故事 有一天 公牛在奔跑中 见到一母牛在路边吃草 就急切地对母牛说 快跑吧 专家来了 母牛问 专家来了怕什么 专家不是人吗 公牛说 现在专家专吹牛逼啊 母牛闻听大惊 撒堤就跑 还边跑边问公牛 专家吹的是牛逼 可你是公牛你怕什么 公牛声音颤抖 你真不知道吗 现在的专家教授 除了吹牛逼 还 还很会扯淡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 一千五百 临番话音没落 观众席上 已经笑喷了几千人 哈哈哈哈 我要 我要当这毒蛇小哥的粉丝 这小哥个真牛呀 犀利到我的书卵馆 都瞬间通了 专家评委听了 顿时目中喷火 那张权威的脸都气绿了 这他妈是关于我们专家教授的感人故事 你 你 他颤手指着林番 脸上红一阵黑一阵 精彩极了 见矛盾要升级 别的评委和导演都过来劝说专家 才没把这骄傲老头的心脏病 给当场气出来 那个舞蹈明星女评委 因为对林番刚才打断自己的点评 很不满 这时也砰的一声 故意和林番唱反调 给台上的美少妇 暗亮了绿灯 虽然另一名女歌星评委 秉公给了那肚皮舞选手红灯 但少妇 已经很满意了 临下台时 她还志得一满 白了林番一眼 冷哼道 虽然今天没能晋级 但能得到两位专家老师的认可 我很知足 林番撇嘴摇了摇头 淡淡道 两位专家确实毁人不倦 那你就赐出长乐吧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 1200 众人 第三位歌手就不同了 她虽然是个左手 略有残疾的小镇青年 却堪称励志歌王 在劲爆动感的配乐中 年轻人在台上 狠走心地边唱边舞 把杰克逊那首经典老歌 比利琼 演绎得酣畅淋漓 She was more like a beauty queen from a movie scene 她就像荧幕上的绝代佳人 I said don't mind 我说了别介意 But what do you mean I am the one 但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Who will dance on the floor in the round 与你共舞 年轻人略带沙哑的沧桑嗓音 瞬间征服了无数观众 她再用灵魂去歌唱 当她迈动清洁动感的舞步 踏准古典 与自己的歌声配合得天衣无缝 临帆也被惊艳到 头皮一阵发麻 她再用舞步 诠释自己的生命 这名选手 已经不只是在模仿别人 而是赋予了这首名曲 一些专属自己的东西 异曲未了 临帆和两名女评委 早已看得频频点头 面露感动之色 台下更是掌声雷动 不少观众都站起来了 小伙子的表演结束后 两位女评委 当即给她亮了绿灯 临帆正要给她爽快过关 却听身边的专家评委 又开始故作高深的扯淡 嗯 乍一看还不错 但是 你的声线和麦克的差别很大 而且 发音偏离了原唱 以我对西方音乐 几十年的深厚研究呢 临帆遍路不耐打断她 别卖弄了轻 你过不过已经不重要 我给过 说着砰的一声 给台上的选手亮了绿灯 三盏灯全绿 成功晋级 破 哈哈 台下又笑喷一片 这毒蛇评委 大快人心啊 年轻人歌唱得那么有灵魂 舞跳得那么棒 凭什么还要模仿得很像杰克逊本人 而失去了自我风格 才能给过呢 有病 那专家评委 瞠目结舌瞪着林帆 气得老脸黑红 嘴角直抽 为了凸显自己的权威性 他本来就没准备给台上的年轻人过 但你等老子把长篇的知识点 给你们讲完好吗 混蛋相巴佬 碰 他狂拍按键 给了选手一盏红灯 又忍不住冷声讥讽林帆 我们专家评委 是站到权威和专业角度上去点评的 怎么可能会像这乡下来的野鹿子评委一样 明明对音乐狗屁不懂 还满嘴魂话 遇到听着顺耳的 看着痛快的 就急吼吼拍绿灯 林帆听了微微皱眉 转脸朝他翻了翻眼皮 淡淡问道 这位教授 选手的表演够不够好 交给市场 去检验不香吗 你不喜欢顺耳的歌曲 难道偏爱藏歌 你对我们看着痛快淋漓的舞蹈很排斥 却对刚才那美少傅的香扑跳法 情有独钟 可真够专业权威的 这是高老庄坠续的品位啊 恭喜宿主 获得毒蛇积分 一千八百 哇 香扑跳法 高老庄坠续品位 八戒 对的好 对啊 这教授太能做了 不该过的瞎过 该过的不给人家过 哦 傲来傲来傲来 台下观众纷纷鼓掌爆笑 并为以老卖老的专家评委 喝起了道财 音乐老专家气得豁然起身 指着林帆的鼻子大骂道 哪来的混蛋香巴佬 对艺术狗屁不懂 还这么罪见 导演 立即让这小子滚蛋 否则老子现在就不干了